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鬥陣特空太平洋職業錦標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卓卓 經過昨天的開幕戰 八支隊伍都已經登場 亮相過了 尤其是昨天晚上的最後一場比賽 是由來自澳洲的Blend E-Sport 對上日本的今天 交戰的過程是非常的刺激 而今天的第一場比賽呢 就是要由昨天都取得勝利的隊伍 同樣是來自澳洲的Blend E-Sport 對上我們來自台灣的 不好意思 來自台灣的Blend E-Sport 對兩支隊伍都在昨天取得了勝利 所以呢 首先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出場的隊伍 就是來自台灣的年輕團隊 Blend E-Sport 來看一段他們的採訪影片 大家好 我是MET的Restia 我們的優勢一定都是 但是我們還年輕 然後我們的潛力很大 然後大家都有目進去努力去進步 我覺得戰隊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我們的選手都非常年輕 但是他們的實力已經跟遇見的選手都差不多了 盡全力達到最好 然後打算關注 我並不期望一開始就一路順跑 但我相信會在逆境中去學習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的中間放在團隊上面 中一定會有很多很強勁的對手 那我們都會把他們的優勢敗 我們在場上的藍路主角鍵 希望大家能愛上打敗閃電腦然後冠軍 未來也繼續支持我們運氣 相信我們可以得到冠軍 相信我冠軍之後一定是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見證M17拿下冠軍的力分吧 現在幫你們掌聲借給我 歡迎M17拿下冠軍 歡迎各位選手們請就坐謝謝謝謝 接下來要繼續歡迎到 昨天打得非常的刺激的隊伍 也就是來自澳洲的Blend Espro 一樣讓我們來看一段他們的賽前訪問影片 我們來看一段時間 我是RQDNGame 我玩Support 我們最大的力量是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很久 我們討論得很好 我們很高的技術 我們其實很高的技術 我們最大的困難 我們現在的困難 我們現在的困難 一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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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次各地都可以 是非常好 很高的 我們去台灣 當國是非常嚴重 比 cop典的 我會有抗力的選擇 我から做了 我會有一個人 我會有領埋的 我會有一個大問題 我們來的選擇 這個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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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給我們信心 我們每一組我們對這裡 會在網上有困難的場合 我們都在150-200 名牌 我現在沒有看過不同 再次把你們掌聲借給我 讓我們歡迎來自澳洲的Blade Games Brawl 謝謝你們來 請坐一下 謝謝 好的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呢 我們一起欣賞一段安全宣導短片 哈囉 小可愛 歡迎來到暴雪電競館 精彩的比賽即將開始 為了維護比賽品質 賽事開始前 請將您的手機關閉 或開啟靜音 欣賞比賽的過程中 禁止使用閃光燈拍攝 並且請勿在場內喧嘩 搬跑及大聲喊叫 也請不要再出入口及走道逗留喔 您的安全是我們的優先考量 在開始享受精彩的比賽之前 請注意以下的安全相關訊息 館內緊急出口 位於座位後方 本場所是有火警警報 及緊急廣播設備 如果有緊急事故發生的時候 請留意廣播訊息 並依照現場工作人員的逃生指引 進行疏散 發生火災時 請立即通報工作人員 並且到現場滅火器擺放的位置 取得滅火器進行滅火 滅火器操作方法介紹 提起滅火器 拉開安全插燒 拉起皮管 朝向火源根部 壓下手壓柄 左右移動皮管 掃射接近火點 依據煙害防治法規定 本大樓全面禁煙 感謝您的配合 我們希望您盡情享受 暴雪電競館帶來的精彩賽事 我們永遠歡迎新的英雄 祝您有個愉快的一天 好 大家都記住 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馬上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分析台 歡迎大家收看鬥陣特工 太平洋職業錦標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秋秋 大家好 我是Hoop 大家好 我是阿森 剛剛看完兩隊選手的進場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Machi真的是 今天要對上的是 之前的大魔王Blank 對 不然可以一直被譽為 是這一次聯賽的強敵 跟閃電章一樣 都是被視為是最大的勁敵 對MVC來說 其實今天這樣的比賽 其實是蠻不簡單的 沒錯 在昨天的這個比賽裡面 其實在最後的一戰 遇上我們日本的DTN 那昨天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哇 昨天真的是嚇死人 昨天有看的我相信 這沒看的一定要趕快回去看一下replay 看到那個法拉還不跪著看 真的是 14級的一場戰鬥 那Blank在昨天的賽事 其實我覺得他們狀態不是這麼的好 他們自己本身有說 就是除了 團練的次數在這兩週 其實不是這麼的多之外 他們其實也是在 中午就待在電競館待到了晚上 所以他們的體力跟狀況 都不是這麼好的情況下 他們繼續面對到DTN的時候 其實打得還蠻辛苦的 沒錯 所以他們就說了 以後如果是晚上要比賽的話 他們下午一定要先好好的休息一下 他們下午要先回 其實他們住的飯店 我剛剛有問他們 就是順便跟他們聊一下 還有說他們飯店就住在那個 住在那個市政府那邊而已 在旁邊而已 大家可以去gank有沒有 馬上回去休息一下 那他們今天是打第一場的賽事 那應該狀態會蠻不錯的 如果再面對到像昨天一樣顯身的話 我覺得就是沒有任何的借口跟理由了 因為畢竟昨天面對到DTN的時候 DTN其實是日本的強隊 但是並不被大家認為 他們是一個具有威脅性的隊伍 我必須這麼說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DTN 他面臨到了許多次的重組跟改組之後 然後在之前的賽事當中的表現 其實都不是這麼的強 沒錯 對不是那麼的強大 但是在昨天的賽事 我們看到DTN其實是 他們經過修煉之後是非常恐怖的 尤其是他們的法拉 酥酥味打得非常的精湛 甚至會讓Blank吃足了苦頭 當然在Blank的部分 我想在今天對抗M17 那這個Muji的部分 是在今天先擔任主場 所以說第一戰的這個控制地圖裡面 因為昨天是打好打嘛 沒錯 進入到這個五個回合以後才結束 所以說這個Muji 在昨天應該是可以做一個情報的徵收 在今天控制地圖 應該是可以選擇綠軸成這樣地圖 來做一個比拼 我覺得會比較有利一點 選綠洲你覺得對Muji會比較好嗎 那阿森要不要來猜一張 我覺得綠洲神不錯啊 你們兩個都猜綠洲啊 綠洲神挺不錯 還沒輸完 綠洲神雖然挺不錯 但我覺得 黎江天塔會好一些 黎江天塔會好一些 你覺得黎江天塔還不錯嗎 黎江天塔還不錯 但是我們在看到比賽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賽程字卡 好我們今天的第一場 就是由我們最年輕的團隊 Muji17對上Blank 那第二場呢 則是由Fireball這邊對上AHQ 哇第三場 我覺得也是今天算是數一數二精彩的一場 是由來自日本的Datomator 對上大家最喜歡的Flash Wolf 最後一場呢 則是我們的HKA對上Sun Sister 好那我們現在在分析台的部分 會有前面的兩場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其實前面兩場 我覺得應該都是蠻好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兩隊今天的這個選手字卡 哇他們沒有人名 我要拿那個紙來做連連看 沒有他們等一下應該就會出來 像現在這個樣子 出來了出來了 Muji這邊呢 今天的先發選手呢 是這個Ray跟Nonez 還有這個Kiyomi跟Dcrown 還有Nonez跟Restia 是Ray到底昨天法拉的表現也是蠻不錯的 那其實昨天是第三場 那法拉其實玩的很出色 南杯打雙杯 他們在里江天塔那樣地圖 其實拿到了蠻大的優勢 但是看到了DTN之後呢 我才發現DTN的法拉 還是我看到最新的 還是看過最恐怖的 對最恐怖的 其實我們昨天的採訪呢 就有採訪到Ray 就問他說 你這個法拉空中擊落對方四次是什麼感覺 他說今天手感不錯 我們問到那個 後面那個法拉 這個怎麼打的到底是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怎麼 我就很想問但是他們那場輸了 非常可惜 被擊落的心情是什麼 被擊落的心情是什麼 超壞的 好我們來看到 這是Blank Esports今天的出賽名單 不過他們也只有六個人 所以一定是這六個 是 好我們的這個輸出手的Ater 然後坦克的Through RQT跟Gamba 還有I eat you up 還有Kiki 我其實真的非常喜歡 他們這件白色的T恤 要再說一次 Blank就是空白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他們的那個衣服 就是上面一個圖案都沒有 就是被閃的感覺 一個白樹梯就 感覺很有梗 可是看起來他們今天每個人都有衣服穿了 昨天有一個沒得穿 今天是大家都有得穿 還可以還可以 我要不管你要脫褲子咧 哈哈哈哈 你猜錯了 今天的第一張地圖就是 阿森菜道這邊的黎江天塔 是 因為我覺得黎江天塔比較適合M17 他們進來的 極端刺客鎮的一個體系啦 另一方面是Blank 他今天是擔任客廠 那客廠只能夠選二四圖 但是M17這邊可以選 一三五的地圖 所以我覺得M17 今天是有機會拿下這場勝 但是Blank絕對是個強敵 其實在一開始的採訪影片中 M17這邊有提到 就是說他們非常擅長他們的刺客鎮 但因為他們曾經的時間叫短的關係 他們對他們的其他陣容比較沒有信心 那他們今天是主場的關係 其實他們是可以選擇 我看一下喔 A135場 他們是可以選擇兩場的控制圖的 因為本來我是想說在家裡有想了一下 因為是已經在昨天看過 Blank在第一站控制地圖五個回合的比拼嘛 所以說在不論是在陣容的變化 以及中場的這個調度 以整體的戰術都已經看在眼裡了 所以說我應該是可以猜想 他們可能會打綠洲城這樣地圖 會打綠洲城 但是沒有 這是明了嘛 明一下沒關係 旁邊那個也藏明燈 他後面還是可以選綠洲城嘛 對不對 他的王牌要放在後面 沒有關係 打他第五場就打個綠洲城 對沒有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是Blank他們整體的陣型還是相對完整 比起M17 M17其實他們陣容 雖然會用 但是他們沒有打太多的配合 都是靠單邊在打 昨天的比賽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其實因為他們面對到烈士 也是用自己個人單邊的實力去一打一 造成擊殺的中了才打出破口 所以這也是跟他們 也反映一件事就是 他們這一次隊伍成軍的時間 不夠長 也不夠 會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面到Blank 其實已經是比他們早成軍很多一段的時間 而且也是澳洲最強隊伍 對這個 今天這個打起來 我覺得Blank第一場狀態也沒有說很差 那也是睡飽飽的來打第一場 所以 我們馬上就會知道 他們今天睡飽了 到底會帶給我們大家怎麼樣子的感覺 那我們這邊馬上就要把我們的畫面交還給我們的專業主播台 好的我是今天的主播包子曾皓宇 我是今天的賽平易先生 對這場比賽 這個Machi要對上Blank澳洲隊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昨天的內容看起來 澳洲隊其實比較 我覺得團隊配合的部分 他們昨天做的是比較有默契的 對沒錯 那麼Machi的部分 則是單邊的操作 所以這場比賽 這個對戰組的就非常有趣了 對我覺得其中關鍵是說 雙方的對自己的刺客陣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昨天M17在對上SST的時候 他們的刺客陣是一種 我直接衝你陣型的刺客陣 但是面對到Blank的刺客陣 Blank的刺客陣相對是有劇本在執行的 但是其實在執行劇本的途中 假如被M17的刺客陣 直接找到你最脆弱的部分 直接做擊殺的話 這邊的話 有可能會對Blank的刺客陣有一點威脅性 對其實我整體看起來我是覺得 昨天的一個狀況 應該在澳洲對Blank他們遇到對方這麼強大的一個法拉 他們並沒有做好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處理 其實我們剛剛有討論過 包含其實遇到這種空中法拉的時候 你有的時候你的Diva可能要去協助自己的法拉 那當然他們在這個部分並沒有做得那麼的理想 所以他們昨天其實會比較偏向 沒有辦法處理之後就開始換腳 可能原始或者是七六 那當然今天經過一天 昨天贏了 但是有一些問題產生 我覺得也可以加入他們的一個討論 可能會讓今天的比賽更好 好那我們現在進到賽事 那我們第一張地圖是 我們離江天塔的夜市 我們來看雙方陣型 Blank這邊是出了 是一個 欸 這邊出一個222的陣型 那是帶雙次元 是搭配閃光 那M17的話這邊是一個雙坦 也是一個222的陣型 但是那邊坦克帶的是星星與Diva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進場的部分 麻吉是撈到對方的一個後排 反而是 這個是藍伊哈特要用救援 這一波其實有點被拆開了 但是Blank這波處理的細節還是處理得不錯 先把對方給斷補 但是相對的 他們在第一波剛對戰的時候 陣型又如包子所說 他們是被分散開來 被Blank直接衝正面 所以導致說他們幾乎沒有辦法達成 好來看一下喔 這邊從左翼喔 左邊的一個向道直接進場 這個 保姆的一個萊茵衝撞無效 喔這個是 閃光 丟了一卡 賣衝炸彈喔 直接收到兩個 那這邊是一個非常快 他們抓到對面要繞車翼 一個閃光貼著面 讓萊茵先進場 對兩次的進場喔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麻吉的Kiyomi 殘壓塔都先被追擊追掉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 打到後面的一個持久戰 你沒有補 你被斷補 是打不起來的 對而且你們基本上 你們呢 就是打一個比較極端 攻擊偏重的一個陣型 那少了殘壓塔的黑球 那你們集火的效益 也會降低非常多 好這個是繞到對方的一個後排 跳點落地 但是這一波 我們可以看到 是一波平常放得下去的情況下 雙方的一個正面會戰 殘壓塔也角出了他的大 這邊一個超換入身是補血 大量血量 目前雙方各倒兩名成員 是一個二打 四打 四的狀態 可是這名其他後面是成功 是兩個刺客 是成功擊火 收掉對面 剩餘的成員 這一波麻吉的一個大角的 算是滿有效率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戰點 blank這邊剛才叫一個引力彈 但是只有吸到後排 那剛剛我們可以看到是 blank這邊 kiki的雜莉亞 剛才是把傷害先是爆甲 但是他們後排已經被刺客給吃進去了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 那麼blank 剛剛其實他們的大野 放得滿多的 這時候在重新的集能當中 現在反而是讓大絕的節奏 是來到MVC這邊 他們這邊接下來 柔英文這邊用閃光彈 之後還可以再配一個自爆 還有一心之怒 對 剛剛blank的一個原刺 跟對方原刺PK 是取得人數上面的一個優勢喔 這一波你看到blank 這個陣型啊 如果是他們是帶坦 但輸出手不夠的情況下 其實也不好進場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blank這邊要打 帶萊英配雜莉亞 可是帶雙刺 這個是有點沒有辦法 我是覺得他們可以做極端一點 哇 這一波集火集得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blank的這一波 是容易文字 直接找對方的後排 砍了不少個 那在blank的一個位置 其實他們有一點點被拆成兩半 那這個也是刺客陣 目前在這個Meta比較強勢的地方 那其實Machi 剛剛也做得非常的出色 沒錯 利用刺客高效率直接進場 然後你的陣型 假如當下沒有辦法穩住 或是在移動中 馬上劣勢就會出來 那我們看到MVC 接下來兩個大絕腳掉的時候 現在有個自爆 可以去分割你的戰場 好 蘋果平障角出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正面的一個會戰 雙方都開 兩邊都開 那現在的話就看 第一把自爆什麼時候要丟進來 那這邊非常快 就是直接進場去硬吃 但是直接是被 集火掉了 是這邊是浪子 然後這邊的話 超完入勝開啟寶牌 自爆丟出現在效果並不佳 反而讓blank這邊得到人數優勢 對blank剛剛也攪出他的一個引力彈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正面會戰缺了主坦 還有一個地裂級 在正面還沒有開 就直接把對方垂死了 垂死了兩個 對 M17剛才 後續要進場 其實我是覺得不用 但是你要進場 也是顯得太過分散 有沒有看到 剛才進來竟然是 陸修直接撞到萊茵 對 那個位置可能 走位上面有一點 默契不是太好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M17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默契的時數其實 比起blank真的是少了很多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繞到對方後排 找安娜 但是這個時候 Diva趕過來做一個救援 地裂級這邊敲了下去 我們看到這邊 喔!D-Krone 一直抓這邊安娜 安娜這邊收到 但是正面進去的部隊 直接是被斃 OK 這邊直接吃光光了 對 人數太少了 但是修在掙扎的情況之下 不斷繞圈圈 利用他的一個身法 這一個1也是1的各種 我是覺得M17他們要這樣子進場 欣欣 欣欣很尷尬 我覺得現在D-Krone尷尬的是 你必須要跟正面進場 去讓BLK的刺客沒有辦法順利的輸出 但是你又要去管對面的後排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抉擇點 對 他們想要燒來後排 但是正面扛不住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們有一波的一個集火 做得非常出色 是原式 這有MAGIC的一個原式 容易會直接開墮 那一波其實打得非常非常不錯 因為他利用他的一個大直接很高的效能 把對方的後排打斷 那你可以發現其實在BLINK的整個 團隊的一個處理上面 即便他遇到後排的一個騷擾 其實他們的一個台也會做一個支援 對嘛 上市回拉 而且他的一個安娜 其實自保率也滿高的 他並不會瞬間就讓自己的一個 暴露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之下 對 他讓對面要去抓他的風險 他會讓對面去抓他的風險提高非常非常多 像剛才星期就拉得很遠 反而正面就失利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使用一個雙飛陣 MAGIC 這個是雙飛陣型 這個RAID剛才 哇 雙方把他互相擊殺對方 雙方也各倒一個陸修 目前是一個很持平的四打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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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尷尬的是因為剛才一開始是兩邊法拉交戰點是在拼另外一邊一七這一方的 那磁杯降落之後就反而直接掉到對方陣型裡面 後面那一波的進場喔 法拉掉啊 馬姐法拉跟路西歐掉 我覺得那一波進場要先考慮一下 因為你的前排都倒光 你在進場只是送人頭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經過第一波會戰之後 我們看到IUUUP這邊非常快拿一個脈衝炸 那邊要小心他直接一個切陣型 這個丟很好 直接收掉DKRM的星星 是一個有水準的一個發揮 超乎水準喔 這個我們剛剛直接選擇做一個進場 我覺得MG這邊要打下來他們的核心真的是法拉跟星星 他的星星的位置真的要拉好 才可以給他們兩隻刺客造成不夠的壓力 對 今天的Chair的一個法拉喔 這個跟昨天喔 他們的一個法拉不太一樣喔 這個傷害量蠻大的 經過昨天DT的那隻超強法拉的洗禮 想必今天是有備而來 對啦 這個有跟高手打過 今天就不一樣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M17還是要直接走橋 直接硬衝正面就有可能會 被刺客利用這個可以過河的機動性直接抓後排 哇 BQ 我們可以看到又把對方給斷補 MG這一波其實是要進場有一點難過 基本上前排被騷擾 後排也被打斷 好這邊MG的一個ride在空中的位置雙飛 但是直飛被打掉了 對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M17的戰場一直被blank這邊鎖在剛過橋的地方 那這邊是一個你要退就容易被打 那你要前進也前進不了的尷尬的地圖 對 今天的 其實雷昨天在這張地圖也曾經使用法拉 而且表現非常不錯 在空中擊殺對手的一個法拉四次 對 但這兩邊真的這樣的一個開局就很吃法拉的一個傷害力啊 對 我們可以看到blank一直利用兩隻刺客過河去打你後面 那你這是要回拉 沒辦法 你要往前進 前面用一隻星星帶你前面 這相對尷尬點 空中一個火箭彈幕 反而這磁杯很溜 但是最後還是被收掉 但是因為開了過久這邊的話 Ray也是直接給chill一個擊殺 好 這幾波的一個會在人數上面MG能不能取得一個優勢喔 在空中還有 還有磁杯在幫補 但是這個拔刀 MG有沒有磁杯復活 這個時候有進場嗎 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 但是現在人數一直有拉開 補給線是下了 喔有復活了 這一波 復活很多五個 關鍵的一個復活直接拉過來 這個人數上面應該是可以在點上取得人數優勢 但是他們一復活之後其實是很分散喔 但是blank應該有收到兩隻 但是還好有收到收回來 反而也復活了 但是這一波復活的點並不是太理想 這邊的擊火很漂亮 這邊Ray直接快速一復活直接收掉三個人 哇這邊兩邊磁杯都是非常精彩的一個表現喔 這邊是把點給搶回來MG 我們一看到剛才blank復活 他們應該是有下空說趕快殺誰 結果反而三個人去殺他的途中 直接被Ray的一個範圍建設傷害直接吃掉三隻 對而且Ray那個時候他本身就有空中的優勢啦 其實地面部隊一開始復活的時候很難打到他 一套打在你臉上又有擴散攻擊的情況 可能很容易造成距離比較大的傷害 因為剛復活的時候你的視角是鎖定的 你沒有辦法去看空中有誰 我們看到這邊下一個進黨浪子 非常快速先抓到一個被落單的鋼法 那這邊的話陸修這邊再解難逃啊 喔這一個位置還保得住嗎 如果保不掉會被斷補 喔這個時候還好過來還是難逃一死 那另外一邊正面部隊似乎都掉的蠻多的 對我覺得這也是blk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戰術 就是你打我後面那我就跟你比吃25度 對在前排他就不管了 對 喔這一個點又沒有辦法給搶回來 澳洲隊blk在這個部分已經拿下兩個小分 對他們對於搶到控制點的防守戰 我覺得表現相當出色喔 讓因為我覺得MV7他們其實 他們一直走正面道 我是說這個非常空曠地形 這樣是很好發揮 我是覺得他們可以試試看直接走後面 對那其實你可以看到澳洲隊今天的一個 遇到對手持飛的一個處理喔 持飛跟法拉雙飛的一個處理 其實也比昨天來的好一點 對 他會有坦去做一個協助 那昨天其實會有點偏向雙飛單打獨鬥 他們想的就反正我兩個吃你一個法拉吧 對9秒想到被對方一打二 對所以今天其實在整個細節上面提升了不少 那對於這個blk來講 他們本身就是默契比較 組合比較久默契比較好的團隊 那比賽經驗有豐富喔 好那現在這張地圖來到是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應該就不會出法拉了 雙方應該拿出比較穩是會出萊茵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blk這邊是出一次223 312陣型帶一個閃光圍單輸出 那M17的話這邊是一個22的陣型 一樣是帶和尚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包摩直接萊茵哈特往前 先吃掉溫斯頓 人數上面取的優勢喔 這邊我覺得有一點點難進場 對因為溫斯頓倒了一個最激動能去跟 是跟著去給Ater壓力的角色不見 對而且他在這一個工作應該是會拉扯對方的一個陣型 但一倒的情況之下 正面你基本上沒有辦法跟對方打 對因為其實他們的應補量也不夠 那因為他們大概是和尚 那這邊的話就相對剛剛那次 我沒有其實跟你打持久戰的一個 太持久戰的優勢阿 好正面包摩 但麻吉這個時候因為又倒了一個補 所以稍微拉往後拉 我覺得現在剛 現在的點就是MV7他們要再動強制集火 他們真的集火就要到位 不然面對到對面312 而且一旦安娜 我跟你拼補量你就拼不贏了 好這一波還是無功而返喔 三波兩三波都想進去 但都有人先送掉 所以無止境的一個等待喔 這邊是浪費蠻多的一個時間 Idao你可以看到 Blank的一個引力帶已經即將準備就去了 這一邊要打出破口 基本上就是央求RAID的一個脈衝炸彈 跟等一下浪子即將成型的容易穩刺 好誰先開 我們可以看到直接開 能量100的雜莉亞被套奈米強化 有夠痛 這個D.Va馬上夾就沒了 哇這個已經吃到你家門口了 這個阿這個到上哪很虧 這一個我覺得沒有放的必要阿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佔點百分比還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其實你可以稍微有點耐性阿 因為對方的大消耗殆盡的情況下 就是你的大腳出來的時候 對他們其實我知道他剛才想丟是因為 雜莉亞丟一顆就可以直接死 但是沒丟掉真的是虧爆 這邊星星直接跳進場吃後排 但是 合上這邊直接開個超盤入勝附中星星進場 成功龍蚊子拔刀先收掉鋼把 剛把斷補前光之下這一波Machi是非常非常有機會的喔 往前推進利用閃光 這個時候是阿特不斷在繞圈圈 但是其實這一波 但是其實這一波 Blank這邊其實是沒有大招的 那基本上就是讓你吃一波 那MZ其實我覺得這邊 剛剛浪子表現是很好 再配上一個Kiyomi和尚的護衆地上 對你可以看到澳洲對Blank的一個擊我非常快 呂坦這個時候又有領力彈了 所以這樣對於Machi來講 最頭疼的是要如何能夠不要同時被吸在一起 那自己的大也不能說完全去繳掉 對我覺得你面對到一個對面大絕 其實是非常快的話 你擺了大絕要更精算 可以去做使用 這邊野性之路是有 但是一開始抓到大量球被逼迫開啟 我要看這個星星的擊退的位置就會變得很關鍵 這邊成功鼓勵了一個安娜 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歐呦女坦 女坦島啦澳洲隊的女坦島 所以也沒有放引力彈的一個機會 那他們自己的一個閃光脈衝災難也繳掉 這一波Machi我覺得像是守得相當不錯 對剛才的那個星星野性之路成功隔開安娜 然後讓正面的一個補他們的血線沒有辦法拉起來 都去做硬直 這一波打得不錯 對Machi的Diva的大自爆彈這一波 我想會是一個關鍵 他如果在被吸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趕快空頭自爆 不要保住自己的一個隊友 對 即便沒有造成傷害也可以保自己隊友 所以這時候他們要趕快破的是Chill Dun 我們把最後一隊給剛才破掉的話 這個自爆就有穩定性 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引力彈已經繳出來了 引波平障直接做一個抵消 好 自爆出來沒有事情 那邊合上開始超反陸勝陸勝隊友 那邊成功是炸掉Kiki的機甲 那這邊小Kiki 後合那也是直接倒下 哇這一波的一個會戰循環喔 我覺得 哇好漂亮 對這個就把他們的一個大招烈士的一個地方 直接又拉回來 對 在這一波人數上面喔 技能非常的快 Machi有沒有機會再成功守住這一波 對浪費了別人 OK好不容易得到一波大招的節奏 結果反而被拉回來 下一波其實有瑞的一個半空炸彈 還有搭配即將成全野性之路 可以做後台的一個破陣 那這一波打完可能原始又有一個容易文字 這是他們最期望的 接下來的最後關鍵的兩波 好這邊繞到對方的一個後排 這邊按了直接從旁邊 這個引力帶也相當一關鍵 丟了出來沒有事情 對沒炸到喔 但是集火 這個時候集火把女團打掉 我們跟他後排 鋼把也掉了 這邊直接收到三個 雖然這邊D塊是倒在後面 Kiki也直接擠我掉 Kiomi目前的話是一個 3打2的局面 對雙方都沒有補在場上 WOW 就可以在那邊一個自爆 直接收掉這個浪子 還有Restia 好我們可以看到機甲被打爆 剩下宋荷納要踏點 這個時候也沒有踏成功 但還有機會 Magic 應該還有最後一波的一個攻勢了 這個自爆真的是來得恰恰好 剛好都沒有人能去保護的時候 對那個沒辦法 而且他自爆點剛好是卡在那個旁邊 牆的上面 順一躲左右邊都會被炸到 好這一波的一個進場 我們可以看到在大招的一個部分 陰波平常即將完成了 好雙方斷一補 斷兩補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Blink 奧州隊斷了兩補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血量這方法拉 再配上浪子墊容易蚊子 應該會硬收回來 好直接拔刀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在這邊砍 但是砍了很多刀 還沒有砍掉 砍柱子砍了很多刀 Kiki想要的收魂拿跳出來 也是快速被做擊殺 應該這點是他們的 好這個有人踏點嗎 喔 應該踏不到 這邊閃光是想重進點 有進來了 好這邊阻力部隊也只將進來了 澳洲隊最後一波的一個攻勢 能守住嗎 那其實這一波 我們跟他閃光直接 把這個是 陸西歐給打掉 對那他們閃光自己也踩 那這邊的話 Ray直接收掉了這邊的 兩隻補師 相對於BLK 這邊又剩下兩隻補師 但又想到 Edder這邊直接也把你打掉了閃光 Ray是DR跟Ray也直接被擊殺 自爆彈來了 誰一個自爆彈 沒有造成效果 但是有成功區格的作用 但是Kiki這邊是直接 有Troll是直接在點上 跟你拖時間 配上Kiki的一個Diva 哇 這Kiyomi換上4-76 這邊趕快做一個救援 哇 我們可以看到人數上面 哇 這個一波平道沒出來 跳太高 可惜 那這邊的話 非常恭喜M17這邊 搬回一層 在空中心拿下來 哇這波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幾波的一個 我覺得還是偏向他們的單兵操作 在中期的時候 真的是把澳洲隊給打回去 而且透過這一波的一個技能 讓他們的一個大招循環 回到自己身上 對 我M17剛才成功是 利用星星分割 讓他們展現出他們高強的單兵實力 星星直接單收安娜 然後接下來被打開 RQT 直接是被Raid Raid就去針對你們雙補 自己去做收割跟擊火的動作 對 都有把對方先斷補 那刺客陣來說的話 如果在控制圖 我覺得這個點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你正面部隊不見得比人家強壯 但是 如果像312這種陣型 被斷補 基本上正面其實是 沒有辦法打持久戰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312 人家就說核心是安娜 那反而不像是說 Blank 剛才在打夜視障地圖的時候 是說 我後排被吃能安血 我前面刺客的色 我親心配LIVA硬吃你可以 但是他們剛才出的是萊茵 配瓦莉亞 後面換LIVA 但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沒有辦法 就很需要安娜的一個補血 好 我們可以看到 Blank這邊是雙飛 但Maji這邊是單飛 只有法拉一個人 好 這次是雙方法拉的對峙 這邊先中一發 但是Maji這邊 這個距離 距離好像 落地的時候把他打掉 但地面部隊來說的話 是Maji 這個時候形成優勢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 很尷尬的是 我們這次的錦標賽中 看到很多法拉很喜歡對轟 但是其實法拉對轟的時候 我覺得正面 其實正面的部隊 要去摳法拉說 我們正面的非常需要你 你不要再跟對方玩 對 剛剛其實你當法拉 雖然在Maji的部分 Race沒有打贏 可是問題是 你拖住對方兩個 一個慈悲 跟一個法拉 那地面部隊就顯得 非常薄弱 嗯 這是一個四打五嘛 這是一個非常專事 我們來看到 這邊Chill一開始 直接收掉 浪子 那使用浪子一個 閃光機動線的話 Blank的後排相對安全 但是Ayutas 這邊給Kiyomi的和尚 是不是一腳踹死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在空中啊 這個是 還是具有法拉 澳洲隊還是具有法拉 的一個優勢 沒有 但在地面部隊 稍險不足 標源是被電來電去 這一波還是跑掉 喔 這邊的話 一個火星南部開啟 但只有收掉了 Restia 但是後續直接被瘋火起來 浪子直接做了擊殺 哇 他們這一波拖2.9 倒地該死 被製造出來 六打五優勢沒有 但是Ayutas馬上開 一個容易文字 搬回一層沒有 哇 Ride的一個 空中法拉 直接 一砲轟在臉上 嗯 他們這一次 Blank 剛才是在打仗地圖 防守戰打得很好 但是現在面對到 他就打進攻戰 反而讓MD7 可以直接切割你的陣型 這一點做得很好 好 這邊其實Blank 澳洲隊 已經是有復活了 直備復活 喔 這邊開場是直接 先收掉Kiyomi的 和尚 那這邊少了一個 和尚K球的話 其實我效益會變低 剛把這邊也是 收掉D-Chrome 這樣子直接倒下來的關鍵 Blank 這邊還有跟他KuKi的復活 其實這一波 是可以微微的拿下來 對 而且剛剛閃光先抓殘牙塔 我覺得是 這一個 會戰的一個關鍵 斷一波 不然他其實 黑球其實過來 會丟在坦身上怎麼樣 他們其實只要一摳 馬上 其實這也不需要非常多的戰術系統 只要說摳 我黑球套誰 大家有意識到去做激活 原始刷過去 直接會馬上倒一點 而且這一波衝人喔 你可以看到很快喔 這個賣衝炸彈就即將形成了 澳洲隊 接下來M17這邊的觀念就是 超凡陸勝 還有RAID的火箭彈幕要怎麼開啟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RQT的復活 其實一直都還沒有開過 大概也算得出來 大概也算得出來 所以你可能要去騙啦 因為其實現在優勢還是來到MAG 91的一個佔領率 但是接下來 他們E AM17的振兵並沒有完全收割 沒有想要RAID的這邊直接收掉Kiki 對 Kiki是好像往下跳蹤 又被轟到 好,我們可以看到 龍翼文是直接拔刀 這個時候直接拚復活嗎 要拚復活嗎 免費拔刀 喔這個時候是復活了 而且殘亞塔的一個插發路線也直接開啟 但是這邊Chirler在會戰中拿到火箭彈幕 直接是把Ray這邊吃掉 但是換了一個復活我覺得OK 他們畢竟91%有他們點的優勢 對 這時候不要再送了 稍微慢一點 當然殘亞塔沒有辦法撤退 所以這時候要多等10秒 對 因為MG他們的角色之間 他們沒有像原始這種可以非常準確擊殺的大招 他們只有沒有配合引力彈蕩子的脈衝炸彈 跟Ray的火箭彈幕 所以他們把Ray的火箭彈幕留起來 去做更加更好的配合來提高勝率 澳洲隊閃光的一個位置被偵查到 被偵查 兩邊閃光的一個對峙 好 他們知道現在閃光不在正面 那這邊的話 這邊Atom馬上進去直接先切掉Kiyomi 這樣子是蠻不好的開局 這波攻防 好 我們可以看到敵礦直接選擇進場 野性之路也開啟了 不斷做一個衝撞 好 沒血了 沒血打掉 一波要掌開始 這很關鍵 好 這邊後排我們可以看到 從後面選擇出一個進場 正面部隊 澳洲隊 只剩下一個 哇 這邊是火箭彈幕直接開了 硬收 意思Key的坦克 直接把人數的優勢拉開來 哇 這一波蠻有機會直接站點 可以站點 對 可以拿到 但是野人在點上 野人這10的時間會也是蠻好 下族38等於是說 Blank等下到場很多時間就一兩人 就是這樣才IU up 閃光收殘壓塔的效率真的非常的高 但這一波有人踏點嗎 OVERTIE開始燃燒 慈悲鮮被趕了回去 喔呦 再一發有機會喔 那這邊拔刀來應收向點上 這邊鑽進來了 有人發現嗎 這一波開了但是沒有效果 對 開了有點偏急喔 他還沒有確定到裡面有多少人的位置 馬上開起來 他QD馬上過來補 但是飛到一半直接被自爆收掉了 這邊應該是可以讓M17玩手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閃光在拖點 在拖點 哎呦 還先打掉他入戲喔 好 不過這一波 還是守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雙方小分散成2比2的平手 對 我M17這邊他有 比起他們第一次打荒然張地圖來說 他們有一個 他們回拉的這個意思變得清楚了 他們不會再因為我們前面衝進去 所以硬著吃你後排 或反而我正面直接被你吃光光 他們這次馬上看到是 原是雖然Hater一開始進場 我直接收到Keyomi 但是我馬上回拉 也把你Hater收掉 打人數打停 再打一波 球穩了 現在 對 我可以看到 在後半段喔 真的Machi 開始 團隊的一個意識 真的是越來越有默契喔 那確實在 剛剛的一個包含法拉 兩邊的一個對戰喔 你遇到這種 磁杯帶法拉 那你如果在第一次 第一次他們其實也是用雙飛啦 但後面他們捨棄雙飛 嗯 那反而是 我覺得有效甚至 Blank的一個吸引啦 有時候要處理那個法拉 你必須要利用兩個 對 反而說他們 法拉就是直接讓我後面 那我磁杯帶法拉 磁杯飛太遠 沒有辦法去回補正面部隊 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喔 那Blank這邊出場一樣是一個 跟剛才在空中心地的陣型是一模一樣 哇 這個 柴雅塔被盯得很緊 嗯 迅女其實直接收掉QA 不要 他目標就是不要讓他緊能量跟套黑球 對 要非常小心啦 因為你開場 柴雅塔被打掉 這個其實是有一點 有點可惜啊 對 那這邊的話直接硬吃到後面 那 直接去做更多的能量收割 那第一波打下來 我們看到 這個閃光的大絕又直接拿到了 真是一顆十塊錢 超便宜的 哦 這個是 直接拉到對方做一個封門 哦 這邊 這邊要偷 賣衝炸彈 這邊要偷 這邊要偷 發現了 這邊 瑞有再去盯他的位置喔 因為他們知道說 這個 I-U-RB的個性就是會直接切中間 丟賣衝炸彈 沒有想要在一個單兵的實力交戰中 I-U-RB是站上風 沒有 因為他旁邊有暴露 對對對 這個 這個 不要這樣說嘛 有一點 不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 捧太多 好 我們來看到這邊的話 炸彈丟穿 那是可惜是空大 那這邊面對到 I-U-RB其實是拉掉了一個 賣衝炸彈 一個 已經不會再被截中排的一個 後部之優 好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溫斯頓剛才又在做一個後排的時候 但這一波效果不是太明顯 拔刀了 直接拔 哦 砍了兩個 這一波還是一樣封門 砍了三個 是讓 Machi完全沒有辦法出來 對 這是blank的一個風格 其實他們在打 羅錫斯在打推特地圖 這種地圖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風格就是 會去吃你集合點的位置 讓你連集合的都集合不了 然後忙就把你吃完 這是他們的一個風格 好 這邊直接吃 好 這邊我還是非常有效率哦 Other的一個原因是哦 這張地圖真的玩得蠻料的 對 他們是馬上接傷害 一波傷害直接關在前面三隻身上 讓他一個訊息可以直接刷兩個 很帥氣 這個一樣是一個風門啦 但是 這邊的話其實可以打回來的 可能性是Kiyomi可以開一個 只要等到這邊剛把那個什麼 生化手彈丟掉 他可以一個附送進場 但是這邊現在是吸了一個引力彈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不斷 斷補了 斷補了 而且也是開了一個引力彈 但是Nons這邊已經拔刀了 這個拔刀收得順利嘛 這邊RQD順便收掉了 少一個機動機 回拉沒有辦法那麼快 這邊可以一路吃過去 OK 這一波其實會戰來講 應該是Machi可以拿下 但是你不得不提到 Blank他們的一個大招 釋放的一個技能效率哦 他只要他只有一個引力彈 所以入門 他先做反開 他不想讓你開 因為他知道你那一波 如果他 你讓他進門的情況之下 他開大你一定會弱掉 對 那這邊Kiyomi就是利用遜禦 其實順出了那個引力彈的範圍 直接出來 但是湊這邊回點一個地裂級 重新撐點 而且奶線還蠻充足的 那這邊是被印奶了回來之後 I UR在旁邊 把你正在集火藍營的角色全部收掉了 哇 這邊有人踏點嗎 沒有人踏點哦 哇 其實你可以看到澳洲隊在整個 萊茵312陣型哦 這個是表現得非常不錯 因為他們其實基本上在 先把第一波先集火把你對方的一個殘牙塔給打掉 因為如果像刺客陣的話 比較難的地方就是 就是一開始可能是要做一些跳舞 對 看一下highlight哦 這一波是敲到兩個 所以老倫是直接進來刷 這個A.T.O的迅速其實刷得很順 而且我不得不講 Blank他們對於大絕的精算非常的 真的是值得稱讚 你看他們光從頭開始的大絕 一直用他們用大絕節奏 一直壓到了快90%快80% 才被打回來 對 那一波其實 呃 詹莉亞他在亞門的情況之下 澳洲隊詹莉亞 其實他只有1顆引力蛋 團隊只有1顆 那他那個時候也知道說 對方他一定是有大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個細節就是 他吸在一起的時候 那直接斷對方補 嗯 那不管那一波會戰有沒有形成人數優勢 那有可能就會逼迫對方把大給開掉 對 他們的目標就是把那個 把對方的大給消耗掉 對 彩虎塔的超凡路是很重要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個逼掉 下一波就有機會打回來 對 下一波又回到大招巡迴在他們身上 而且他們的一個佔點百分比 也是比較高的有優勢的 沒錯 他們有時間可以去挨到他們的一個大出來 所以我可以看到 從頭到尾在最後控制中心 他們都打得非常的層次 沒錯 好 在這邊我們也要把時間交給主播台 來 大家來到分析台 哇 剛剛看完那個比賽 我相信這個兩位專業的賽評 應該都有很多話講 但是我要先跟你們講一個東西 我發現Blank的弱點 是什麼東西啊 只要有屋頂的圖他們就很強 是 你有發現嗎 他們離江天塔打到夜市的時候 他們感覺有點 有點抖抖的有沒有 打到控制中心的時候他們超猛 所以他們是喜歡打秘密空間的隊伍 只要對方能出過 我覺得他們的雙飛玩得沒有 我們目前看到什麼Datonator啊 跟 Machi17啊 他們的雙飛 我覺得都比Blank玩得還要好很多 是 Blank的法拉其實一直都不是太過於強 在之前Fusion Girls就是這樣 法拉跟我的看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878 其實這邊剛剛也看出一個關鍵 是兩邊的陣容 要是鏡像組合 一樣的陣容的話 其實都是Machi獲勝 沒錯 那在坦位部分 換成萊茵哈特 以及女喊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都是Blank獲勝 我覺得這個地方非常的關鍵 這一邊他們其實 一樣是選刺割針 但是Blank這邊選擇使用萊茵哈特 他萊茵哈特打法跟我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首先是對方Kiyomi選擇和尚 和尚其實分潤之路在PTR的時候 有想說可以穿對 可以做一個黑色的露珠使用 可是現在一樣是不能做這樣的使用 所以萊茵哈特舉盾 和尚他沒有辦法入珠 那萊茵哈特他其實打的打法 不是平推勝的萊茵哈特 他不是在後面架著盾 讓隊伍平推 他是很潛壓虛潛的方式去靠近對方 直接採取風口 對 當你的時刻要來追逐我的後排的時候 我萊茵其實已經捶得到你的後排了 怪是這個Machi的星星也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 就是萊茵哈特直接採取風口 其實你星星這變成是你找不到這個目標 是 他們只有在這個夜市 夜市跟空中心會選擇用萊茵哈特 因為萊茵哈特在點上的 這一個廣角的宰字能力是比較高的 而且我覺得這邊Blank有一個點做得非常的棒 他萊茵有大絕的時候 女坦會去騙 他會騙對方擠在那個宰口 然後萊茵不是躲在牆角轉身過來 然後就一個DBA 那是賴走位 類似這樣 然後這個他們會互相做Covering 你知道嗎 就是當女坦有大的時候 你就看到是萊茵站在那個門口 在那邊 剛剛其實有一個小細節是說 萊茵哈特直接開盾 然後躲在右前方的門口這個死角 這樣子變成他可以偷看前面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對手的正式 沒錯沒錯 所以我就 整體而言我是覺得可惜了一些 不過萊茵等一下面對到Blank的時候應該會難打 因為接下來是Blank選圖 沒錯 下一張呢就是Blank這邊 下一場會變成Blank這邊可以選圖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下一張地圖會是哪一張地圖呢 國王大盜 這應該是不意外啦 我覺得是Blank的話 Blank是能夠在這個 4.99美手下打贏國王大盜的隊伍 對但是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 萊茵的死杯玩的不是這麼的熟練 對玩的不是很熟練嗎 對玩的不是很熟練 所以他們的雙飛智能型沒有辦法打得這麼的理想 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也許是因為他們在 呃 這個花園的時候呢 面對到磁杯一開始先死掉 導致自己其實是 第一波打得不是這麼順利的情況下 他們第二次在打花園的時候呢 Resty還是直接選擇使用入修 而不是使用磁杯 對所以看得出來他們磁杯的長度並不是這麼高 儘管Resty他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關鍵復活 不過那也是只使用過一次成功的大局而已 對但是面對到國王大盜其實 法拉的作用性是非常高的 尤其在第一個快速破點 沒錯第一個點的時候 其實法拉有一個反向噴射可以直接來到後排的位置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點位喔 但是其實在過往的比賽中 雖然說有一段時間 差不多有兩個月了 Blank在打國王大盜帳地圖的時候 他們非常非常喜歡用三次刻來破第一個點 對包含在第一個佔領點裡面 其實在奪命女的使用的機率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說我會期待就是在第一個點 會不會拿出奪命女這隻角色 但是馬琪是說他們會使用刺客陣來當任防守 這是他們會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刺客陣很強勢 刺客陣打防守是OK 但是磁型難度非常的高 非常高喔 對包圍網要形成 但是面對到就是 光大如果是在任防守方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點標準陣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 容縮率比較高的一個陣型 而且我覺得A點對攻方來說有點太優勢了 他這邊的復活戰線就是這麼短 我覺得要用刺客隊護撞的話會不會不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控制地圖刺客撞刺客 其實馬琪這一邊沒有拿到太大的優勢 我覺得國王大道尤其他們會調整一下他們的角度 但是三坦陣他們並不是這麼的拿手 我就蠻好奇馬琪會怎麼樣去應付Brain 好那我們馬上就要把我們的畫面交換給我們的主播台 我們馬上就要知道了 好了等一下這張地圖來到國王大道 沒錯 那這張地圖應該是還蠻 相當有其他地圖 他應該是蠻吃一個所謂的一個團隊默契跟配合 對我們一直都講國王大道是所謂的 人家說控制圖是單兵與單兵的一個碰撞 那國王大道就是一個陣型默契與陣型默契的一個碰撞 對其實在過去有看到一些比賽 其實包含在防守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他是蠻適合直接讓萊茵出場 那因為其實在這個META蠻多的一個地圖 大家都甚至有的時候會選擇刺客型的一個防守 那目前看起來我覺得從昨天到今天 澳洲隊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只要萊茵搭配女坦 他們獲勝的一個機率真的蠻高的 對沒錯 那其實我也蠻關心就是說 他們會不會在這樣國王大道就直接選擇 做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312開局 對假如他們先擔任防守方的話 我是覺得其實我一直在擔心就是 但是Blank會不會在防守方也輸刺客 但是我剛才看到他們的222兩坦 就是阿莉亞配萊茵也是相對的穩 那我就覺得他們在防守方其實是有一點優勢 那其實比他們的刺客實力 我覺得攻擊方要吃A點的速度 我是覺得會非常非常快 那這邊就要看M17他們在面對 國王大道A點防守的時候 他們會出什麼樣的陣型 對其實從控制圖來看的話 上一張M17他們選擇的補師是拆牙塔 那你可以從剛剛的一個狀態看出來 他們刺客配萊茵塔 有的時候有些人會選擇做安娜 那安娜她當然我覺得她的一個自保能力 會是要比較強一點 那如果選擇萊茵塔 你可以看到剛剛基本上Kiyomi一出場 就被對方擊火了 對他就等他們的Blank 就等你們星星跳 然後呢M17的星星跳出去 跳一跳的D-crown跳出去之後呢 閃光進來往萊茵塔屁股打一輪 然後原始就進來刷一下 然後萊茵塔就打 對他基本上一定先抓你後排 喔 那這邊的話Blank先選 欸Blank這邊擔任紅方是攻擊 那這邊的話 也不是M17擔任攻擊方 然後這邊一開始是選出了 躲命女先試了三槍 啊不夠 然後馬上就馬上換掉角色 對這邊也選擇做一個平推陣喔 直接拉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兩邊都是一個萊茵平推陣 選擇左邊直接鑽進來 藍路珠放勾了 這一波是沒有勾 那包摩的一個是安娜 那這邊的話 Ater馬上就用藍路珠直接收掉進場了喔 他的D-Crop 對坦掉一定必須得退 進不去完全進不去 因為對方還有藍路珠啊 因為沒有坦的情況下正面 要交戰啊 珠一勾基本上就死一點 對 那以雙都是312的陣型來說 其實我們一直都講了 沒有藍路珠的話 你破盾效益會變得很低喔 那其實遊戲就是你又是攻擊方 你的盾的效益量太高 你就只能拚著打一波 如果打一波的話 風險又其實高 對這個時候Machi是一個四坦陣喔 這邊是Blank是一個四坦陣 對Blank是一個四坦陣 是完全沒有7-6的 也就是說你的D-Va是沒有辦法去限制對方 因為就沒有7-6了 但是一開始沒有想到 這邊運氣的D-Crop 直接撞了進來 收掉被斷補的Ater 這一個是非常強大的一個D-Va輸出 是把對方全部給換掉了 這個是我們剛才沒有預料到的 因為在四坦陣正面的一個碰撞應該是蠻堅強的喔 那Blank這一波是沒有能夠把點給防下來 對因為剛剛我覺得主要問題是 Blank剛才Troll的萊因在前面揮槌前壓的同時 安娜的衣罐丟了進來 造成大量斷補之後 自己家Ater的藍路珠也受到大量傷害 直接被吃一波 對Machi的Kiyomi 對安娜是在剛剛發揮的相當精彩 對那個斷補相對關鍵 那這邊Kiyomi是直接上來去賭你二樓的 圓那個什麼士兵齊柳才能講錯 對這邊先把對方的一個位置給找出來 好正面這一波 壓得很前面 兩邊 我覺得這要逼你一個大出來 對兩邊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在正面的萊因 萊因的一個揮拳 這邊是一個摔角擂台 兩個方魔萊因護神很開心 肌肉與肌肉的碰撞 但是這波碰撞沒有造成大量擊殺 反而在那邊就直接一個衝撞 是撞倒了D-Cron 喔 那這邊的話Blank這個前壓其實做得很成功 不然把大拉出來以外 才成功讓車是直接停在門口 這是給拖掉不少時間了 因為接下來其實成功讓大絕的節奏 讓Blank這邊給重新拉回來 一旦這邊丟出來傷害沒有跟很上 但是Kiyomi已經在吃後排了 對這剛剛我看到的路 是又把他的一個因果瓶這樣給繳掉 蠻急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稍微一點急 因為旁邊好像沒有輸出的一個火力 對 其實剛剛交的不必要的點是說 因為他們M17剛才沒有結合 你全部人就代表說Blank要集火力 被吸到人是很容易的 那其實多了這500噸 這500噸其實會持續的地檢 其實還是會被收掉 好來這邊是空槌了 擋到了 對擋到 直接擋到 哇這邊被碎了被打起來了 誰把他打起來了 這個有點危機啊 好來這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應該也是把他的一個打給繳掉 兩邊的一個打都沒有很大的一個效率啊 對那這邊浪很成功的直接是用 利用第一把的右鍵直接吃掉了 我們剛才這邊 ATER的76的非常多的戰術鎖定傷害 好這一段其實他們可以 把車 過轉角 過轉角來講 相對來講就會好打很多 對只要過這個門 防守方就反而是變防守方難打 沒過這個洞就是攻擊方難打 那這邊是馬上吃錢 那這邊blank也似乎沒有要去硬擋這個點 是決定直接守第三點的轉角 沒有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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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要轉過去了嗎 要轉了嗎 會直接吃中牌 差一點連到 對差一點點 而且被收掉了 但是因為位移的關係 這邊直接吃到之暴還是倒 但是這邊以大絕來說 blank要擋下來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看到機甲即將要爆囉 這個是往後再撤 有人乃他嗎 那這邊的話 一話手上是握著一個引力彈 這一波是下一波進攻防守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他只要吸得不好 其他大局其實跟不上他的速度 這一波的一個會戰呢 是可以讓守方稍微稍作喘息 沒錯 卡在一個二樓這個轉角的一個點位 但是我覺得要注意的是 在你引力彈丟下去 你全隊去集火的同時 你要注意到瑞也是很喜歡打你屁股的閃光 這個閃光要是把你的補線給打掉的話 你正面的坎克其實也是撐不久 好我們可以看到引力彈已經準備就去喔 在一個非常猥瑣的一個位置 在二樓邊我們可以拉 哇吸引力彈都來斷補 這個做得非常出色喔 是引力彈之外 還有進行一個安娜的衣貫斷補 雖然收頭的效率沒有那麼高 但是是成功讓他們撤退 這邊有打掉一個浪澤機甲 在能量獲取上面 但是在能量獲取上還不錯 這邊看到是艾特也得到一個大決 蹲到了一個大決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一個被套的奈米強化 滅風這邊進場 直接硬往你吃陸修 陸修的位置很危險 直接硬吃那這邊的話 雜莉亞能量很高 直接在後面擋一把光劍從盾裡戳出來 好這邊可以看到 NOTALK是已經把引力彈給繳出去了 這一波是只有兩個人吸到兩個 但是全部被他們給打掉 所以Blake剛才那一波很可惜欸 他們其實前面兩個步驟非常完美 第一個一戰蟹舞 吸到幾乎全部的人 斷補 結果後面傷害被萊茵的陣吃掉太多了 對他們其實在整個大招的一個能量 也是比對方來的好的 但沒有想到第二次的一個會戰 沒有能夠守下來 對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是 其實他們剛才那個搭配都斷補之後 很需要是Chill在近戰揮槌子 或是Kiki的一個大決去丟你後面 但是他們位置剛才太遠 那A2又是一個射控角色 直接打在你盾上面 傷害進不去 好這邊準備要第一列騎了 我這邊成功是做了B2 那因為M17這邊其實沒有大決 我跟你做拉鋸交左 那你這邊有大決也是 也不會升利息 這邊對M17來說我慢慢跟你拉 拉到我這邊至少 要有那種強化 還有那樣子的這個 自爆 好我們看到現在雙方來說 這邊第一級有個自爆 這雙方的自爆 就是變得相當關鍵 Kiki的自爆 非常擅長就丟你後排去拆你陣子 這邊Chill直接是被 跟著是一個自爆進場 音量全開加速 帶進去第二級敲下了 非常漂亮 這一個錘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拉近這個機甲爆 Kiki的機甲爆 往後拉 這個是好像有一點點難撐喔 那這邊的話反而 生命器一波吃進來 你在Blank衝你一半的時候 反而被反開 第一波反而開的關鍵點 是在於說自己 萊茵衝在前面之後 馬上被針對 那 萊茵少一個 萊茵在那邊護盾的一個破口 旁邊的人 其實看M17真的是不開的 右邊帶了兩個 左邊也帶了兩個 直接往你後排吃進去 造成說這邊是一面倒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 即將在點前面的引力 但直接吸在一起 但是傷害一樣 沒有出來可惜 有擋下來 一個自爆是成功緩住了他們的傷害 好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 4到5個在推車 Viva往前推進去 限制對方76的一個發展 那這邊的話 又要講出來 車內是一個右肩的段 去把自己打死了 是被做了大量集火 喔唷沒有人碰點 其實有人很靠近喔 我們可以看到應該是 TRAIR的一個位置喔 差一點點 真的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M17在A點 剛好A點還有最後一段的推車 都表現相當不錯 那我覺得相對Blank在防守方 他們主動進攻的時機 都被M17 進攻時機 M17的正義都已經不好了 反而都被做了反吃 這波是蠻可惜的 那接下來攻守護換 那他們這邊要注意的是 Blank這邊會不會出法 然後星星配原式的一個 攻A點 蠻有名的一個戰術 這邊是一個關鍵點 而且你可以看到剛剛澳洲隊喔 這Blank 一開始的一個防守 來使用一個試探 對 這個是在這個Meta好像比較少見 我覺得TRAIR剛才在打一點的時候 他藍因的垂直有點灰太多 那導致說對面的 從側翼跟正面的傷害 全部都會進得來 那再加上說他們直接 一波加速之後 直接藍因往裡面 硬衝撞到藍入主 這邊是一個開端 那後面很關鍵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DBA直接收掉三顆頭 一個集火的目標變得非常相當的一致喔 MV7的整個默契 我覺得有開始成型了 再加上說他們其實每個選手 這件賽事今天也不錯 那也是在台風算蠻高端的玩家 那這邊可以證明他們的潛力是非常之夠的 對 因為他們到真正練習啊 大概只有一個禮拜 就是說在全部大家住在一起 集訓的一個時間只有一個禮拜 所以時間相當的短 他們的氣勢打得出來 現在Blank也要拿出自己的真實力 去做這波的進攻 那剛才那邊去拿下 打攻到第三點的時候 是剩下差不多四十多秒的時間 那這邊就要比了 是一個速度 基本上我覺得Blank只要能壓到 一分鐘以上攻擊到第三點就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邊注意的是 M17會不會再次破他們的攻擊陣 那這邊Blank果然是拿出了 這邊是拿出沒有帶法拉 那這邊帶出的是雙刺客 閃光源氏帶星星 對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是 柴塔塔直接進場喔 但柴塔塔的一個位置是比較後面的 沒有人對他進行一個騷擾 那Blank剛才我看到原氏 又沒有被破了 被擊破了 原氏第一時間去找你 找你的安娜玩 然後呢星星直接跳正面 這一波驅趕逼得對方 M17馬上只能集合 對 765我們可以看到 M17的一個767 而且他一開始是有抓到對方的一個 額 陸西歐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他陣型 是稍微在等一下陸西歐再進場 對 他們 剛才Blank每個人的目標都有 但是後續我覺得M17回拉的速度也相對快 那這波沒有被第一波被馬上吃掉 其實我覺得很不錯 好這邊被鑽了一個後檔沒有人發現他 哇 安娜也被抓到就非常危險了 這個時候被打掉了 直接被剁掉了 就直接這樣拔了出來 非常快 很有名喔 已經有吃一個門口嗎 因為他們剛才點還沒有到 所以復活點是在這個地下道裡面出來 所以他們就要吃你這個剛復活的人 真的 那吃掉之後後面復活的人又是一個斷層 我繼續吃 這又是Blank一個非常 我們什麼叫 膨脹貪吃蛇嗎 沒有 我覺得他們這一波其實是有算過的 因為你這樣子 你就是你復活的一個時間都不一樣 你人數一定會比較劣勢 對 可是他們其實這個 我們會知道說他們在吃你的斷層 但是有時候他們的劣勢 有時候他們有時候吃太久 就會被反射 對 他們這時候回來 但有一點點 W2是跑不掉 我們可以看到直接開了一個超凡路盛 往前一頂 這個時候野性之怒也來了 找了 安娜 我沒有想到 Choy直接開出一個野性之怒 然後他非常知道 收到袋子收到對面兩個人 對 麻吉這邊在被斷屯的情況之下 這一波非常非常難受 對 就是我昨天 在分野台提到 就是他們的彈之蛇 就是在你們斷層出來的時候 拚命的吃 出來幾顆吃幾顆 這一段我覺得是 可以推得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我們看到時間 基本上這台車沒停過 從頭車可以慢慢走 對 利用雙次的一個機動性的一個優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趕快拉回來 要特別小心直接拉近啦 這個是把奈米直接給的溫斯頓 是先把對方的一個鋼把 這個拆卡塔給打掉 那鋼把這邊被收掉之後 可是這邊 我會看到blank的大絕開出來 但是沒有想到 讓這邊的訊息 直接收掉 拔刀的安娜 這個是非常精彩的一個操作 對 配上大家的集火 直接一個訊息 但是其實這間車推的速度也很快 這邊要換這樣子拔刀 但是這個刀 拔的我覺得 有一點太快了 這個是沒有意義啊 是砍了一個人 而且是人數大優的情況之下 而且你砍的是一個宋和納 這個 對 而且這個應該就是 上午有跟Marchi的教練有聊過 他其實也是有提到這一點 他們開大招的一個時機 不是太有默契 對 但是他們陷害附前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了 那剛剛 確實看這個也是拔刀 就有這個狀況 給除了那隻150滴血的宋和納的尊重 送你一把刀 不錯不錯 這邊直接被射引自暴進場 這個自暴會炸 擋掉 還好 札莉亞給自己套上利子屏障之後 自己取鈍反垂 後面後排的回退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們可以看到是 拉到對方的一個安娜 有機會 有機會 但正面這個撥火來硬掉了 正面有一點火力不足 而且是女坦回來救自己的一個安娜 保住了 女坦這個回補拉很不錯 這邊讓自己安娜不會受到太量威脅 但是這邊Chill已經被大量集火 直接被做了擊殺 對瑞的這一波的一個進攻非常的關鍵喔 可以看到正面沒有扛住 全速陣亡 這一個點應該是要被推進了 我覺得這一波的關鍵就是 他們M17非常仰賴了他們的那隻 他們的閃光 他們的瑞的閃光去吃後排 但是我發現Kiki 真的很專心在保他們的鋼炮 對他們有在做一些後排的一個保牌動作 對 直接直接切進來點到了 馬上要出來做一個Rush 好往前拉 拉了衝人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再拉回來 這一波還是打一個這個錢 去做一個偵察 衝人 那後面呢 是讓這個萊茵把盾給坦住 取得一個不錯的優勢位 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直接拔刀 包姆的一個拔刀 直接進場 這一波硬波平常抵消掉 對 硬波平常抵消掉 他現在被斷補 欸嚇人這邊很危險 欸嚇 這個是擋住了 NOTOP這邊非常漂亮殺掉的進場 欸嚇人 但是正面部分 我們脫衣已經進來 在大家在全部人在專心 盯著原射的時候 脫衣一個地雷擊已經敲進來了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樣是有人在側邊 這個是放了一個音波屏障 往前一頂 往前一頂 缺惡的一個位置 直接敲死了宋和納 這一波是兩邊的一個坦 在正面的一個會戰 這個一一直接獵擊有打 有打掉 這個是奈米的萊伊哈特 但是鋼把這邊倒下 代表說blank這邊的補底線是掉的 他們接下來沒有辦法打持久戰 我覺得這邊是一個退的時間 對 麻奇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是 露西歐也掉了也掉了 但是重生點夠快 所以是無傷炸雅 blank剛才其實要是鋼把沒有被收掉的話 這一波其實是可以直接拿下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 Kiki也是一個扎莉亞 知道說前面要退 我會馬上是趕到戰場護送你的隊員撤退 這個側側也是蠻果斷 Dekron這邊手中握一個地獵擊喔 相對於這個地獵擊 下一波基本上他們就是 我覺得會想要去扛個打 不然就是等主動開 所以現在脆圍就是一直揮槌 我等你敲 後面拉很遠 後面拉超遠 我等你敲 你前面敲敲不到後面 真的敲到了 真的敲到了 剛剛講完被打臉了 打上打我臉啊 直接敲到了 哇這波非常精彩 做一個反開的情況下 採取一個比較主動的一個優勢啊 對但是他們就是送你一波 時間還夠 因為M7這邊43秒 Blank只要壓到一分鐘以上 相對是有優勢啦 對你可以看到 但下一波Machi的一個防守 關鍵是落在 他的引力彈跟自爆彈的搭配 對 所以我剛剛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啦 反正其實他還有 兩個比較關鍵的一個combo 沒錯這邊自爆丟過去 配上引力彈 撞進去 非常漂亮一個配合 但是收頭的數量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老實說隊友其實沒有辦法去做太多的充能 這邊Blank也是果斷做撤退 呃這一波大招的一個循環來到澳洲隊啦 Blank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是真的撐蠻久的 一個大都沒有用的情況下 即將形成一個奈米元式 我不知道剛剛Blank是有沒有猜到這個引力彈 但是他們剛才後排拉很遠 不然其實剛才那波其實吸到很多人的話是全倒 對啊其實引力彈那波角的話 這一波就麻煩了 真的蠻麻煩的 反而只收兩個人 這邊一槌 反而槌了很多人 但是一波瓶這樣扛掉很多傷害 這邊的話 沒有人管他到這次 Aid開始做了很開心 好 好 這邊也直接炸死掉了 瑞的一個角度還可以 好 這邊可以去做是一個拖車的一個動作 把車給拖住 好這邊是 直接拉到對方的一個後排 但是兩人對他一個 瑞這邊鞋很長 直接被他QT直接點掉 這邊進場唯一隻萊茵 時間很慘 萊茵硬捶去逼你 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看到澳洲話 保有這個在後排的一個 補的一個優勢喔 你可以看到 保護前線 不斷在做一個敲擊 反而是 麻煩的一個防守 形成一個下水餃 沒有去干擾後排的 安娜跟 路西歐 他們這時候其實 瑞 因為剛剛吃後排 失敗那邊是蠻關鍵的 他們吃不掉後排 導致說剛才我們看到Troll 就是一個狂戰士模式 我從頭開到底 但是沒有想到 時間這邊拖的是 比M17還要 還要久 對其實 後排 其實我覺得對他來講 也不好打 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 安娜跟一個路西有兩個人 對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把這個 後排給拖到的情況之下 在人數優勢喔 他可以不斷在補 雖然你的一個 重生點夠近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你被對方買回來的情況之下 你的人數一直形成一個 劣勢一直循環 下水餃 你到後面真的非常非常難打 對其實這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關鍵就是說 很多高端子職業隊伍 他們其實都會 在像是剛才M17的狀態下 他們一定會 像瑞一樣拍一個 閃光去抓後排 不會去硬貼車 因為你抓不掉 你還是會願意推到點 對 整段還是有一些地方 Maji沒有做得特別理想 比如說是讓對方 不斷在做一個充能 其實在整個大招循環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澳洲隊這個部分 算的是比較精的 是比較細膩的 但是 他可以逼迫Maji把 兩波的大 一波的 兩波的一個combo 都給丟出來 情況之下 他們再一波撞進去 但是剛才我們一看到 蠶食的部分 反而是澳洲隊這邊 比較少 那我們一看到 是剛才其實很關鍵的是 剛才我們一看到 M17 他的那一槌 The Chrome 這邊很漂亮 所以第一波的大絕 直接扛你一波 那個是相對我覺得 關鍵點 那現在的話 要看一下 攻方這邊是 由我們的 Blank這邊做擔任 這邊他們有一分鐘的時間 M17 這邊多他四秒鐘 就會差不多 對 其實差不多 沒有無傷大牙 一分鐘要做一個強點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Maji 也是使用一個刺客陣 雙方鏡像的一個開局 兩邊都帶 那邊Edder 快速先收掉Ray 這個Ray倒了後排 相對也是安全 對 這個對他們 寶柴牙塔是有 絕對性的一個關鍵作用喔 Maji的一個 陸西歐是換到對方 那個原式 但正面部隊我想 有一點點 單薄 這邊其實就是說 防守防出刺客陣 不是不行 但是相對的是 你要承擔就是一個 非常低的容錯率跟高風險 對 開頭的閃光被打掉 真的是 傷很大 對 你沒有辦法持續騷擾澳 澳洲隊的一個後排 沒錯 他們一開始的一個單薄 直接做集火閃光的位置 有點是被落單抓的太明顯 那這邊的話 剩下十秒鐘的時間 是直接拿下來了 現在可以推車 那接下來這間推車的距離 會讓 關鍵點就是在Blank 他們這波大招的累積數 看到即將乘斜是這個超凡路勝 那接下來只要 IUUP這邊 只要閃光充能也不錯 也可以再拿到一個賣衝炸彈 那這兩個大決就是 讓Blank接下來 能推到哪裡的一個關鍵 好來看到這個位置 是被掛珠 那還好旁邊有人在幫忙 好這邊就是直接選擇 直接做一個會戰喔 在進去的一個部分 是被打掉了 有人是被打掉 還有一個超凡路勝 這邊超凡路勝 就要看一邊其實這邊果斷了 果斷是做了撤退 我送你一點車 我不要去硬充免得死了 死光的人會被推更遠 被斷補了 阿特直接斷馬奇的補 兩個不斷的情況之下 這一波那個會戰是有點難打 對 然後再加上Blank他們非常喜歡做這種 非常距離遠的前壓 哇 這個是 人掉的是有一點快 真的太快了 對 這邊剛好很順的是 Chill剛好來吃後排 然後呢 你們前排撤退的人 又剛好被他吃掉 哇 這個打得非常的 這個是 前壓喔 而且利用機動性喔 所以把對方的一個補也給抓掉 對 一定要過來碰他 不想讓他拿到第二點分 但是好像時間來得及嗎 這邊是人數有倒 Blank人數是不是有倒 但是就成功收掉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選擇輕後排之後 就看一下 麻吉的一個 瑞的一個閃光的一個表現 有沒有辦法繼續拖 繞圈圈 是8D的血量在閃爍回來 血量充滿 但是 沒有人支援的情況之下 有點難打 9滴血 Overtime Winston來了 Overtime直接拉到第二點喔 實在是推得有0遠啦 這邊的話 其實MV7 接下來換他們攻擊方法 壓力很大 這邊還在推喔 車持續的前進要過了這個轉角 但是目前大決優勢是來到MV7這邊 現在這個容易無人是要收掉人 就可以擋下來 好 這邊騷擾後排 這一波砍 這個再砍 砍了一個 但之暴丟下去的情況之下 配偶 這一波是收了兩個 把對方給斷補 那這邊的話 直接收掉很多人 這邊應該 嗯 就是推到這邊了 差不多了 夠了一個 呃 海外城 這邊是IU Harbor的閃光 好 那這邊閃光 漫空炸彈時間 丟一顆炸死 檔子之後呢 也是被收掉了 對 一分鐘的一個時間喔 能夠推到那個位置 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 真的很遠的 那我們現在MV7 其實我覺得他們 當然攻擊方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對 因為一分鐘你要佔領第一個點 本身就是蠻困難的 對 我覺得他們可以嘗試 因為像在昨天 我們以DTN打Blank的狀態來說 他們DTN是出了一隻DFA 然後用右鍵 全程去跟著IU Up的閃光跑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可能 只要阻斷掉他們閃光 拿到大絕的速度 說不定可以推的 也是可以推到那麼遠的距離 但是不然的話 其實IU Up的閃光拿大速實在太快了 中途在某個防守的地方 我直接站到你兩次後盤 這就 那他們推車我可能就會直接停下來 好 來看一下 MG他們在進攻方怎麼處理 現在這個狀況喔 因為他們擅長打 刺客 但今天的一個刺客 跟澳隊隊昨天的一個刺客 我覺得是判若兩隊 沒錯 他們今天其實蠻多的一個細節操作 都在裡面喔 那麼也對MG造成不少的一個壓力 那MG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的時候可能人員倒的一個速度很快 那也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同時進場 那麼集火 因為刺客陣有的時候你分頭進場 那有時候又被打掉的情況下 你沒有辦法集火打對方 那可能在整個場上的一個主call 可能要稍微去提醒一下這件事情 那MV7這邊換他們當然攻擊方 時間只有一分零四秒 出的陣型是一個312的陣型 那瑞這邊帶的是7-6相對穩健 推車的時候也會比較穩固 對兩邊都是一個穩定的型的開局 那這邊阿朗帶的是法拉 這邊基本上防守一波就是等KIKI的靈力彈 然後直接搭配上麥克風炸彈或是火箭彈幕 直接一波讓你停止攻擊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女坦 在側翼的一個充能 雙方的充能其實蠻關鍵的 他們不想讓Blank拿到非常好的充能速 但是一開始一個衣罐直接砸掉IU-UP 喔這個是價值連城喔 對他們最期望的開局就是把你閃光先收掉 好我們可以看到充能充得差不多 已經來到98%了 女坦的一個充能 喔這邊是直接拉近距離 要尋求第一波的一個會戰 法拉也被打掉了 這時候行程人數上面的優勢應該直接可以搶點了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個是撞 撞了一個 喔唷 那這邊 而且配合旁邊那個女坦這個時候很難說 直接被換回來了 沒有想到 在來他都沒有辦法被收掉的狀態下 那直接是把他打完 Kiki剛才也直接保那個藍營也是相當不錯 對 澳洲隊的一個雙坦喔 在主坦副坦之間的一個搭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在最後居然能夠在人數烈射的情瓜直接撐住 對 我MVT剛才其實開頭相當不錯 先收掉IU-UP之後 成功讓藍營進點也讓藍營奶了回來 但是後續的處理上面自己的補師被收掉 然後呢 陸修也是被打退殘血 對 我剛才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一個六對四的一個開局 但是是之後被澳洲隊的一個主坦跟副坦給拉了回來 對 因為Joe剛才垂了很多下喔 大絕非常多 這邊是一個來自 Blank Kiki的一個精彩重播 好 來看一下這一波 哇 真的是配合的天衣無縫 真的是天衣無縫 因為這一波如果沒打下 基本上就沒得玩了 他的一個部隊喔 因為前期倒的速度稍微有點快 補兵速度是不夠的 而且剛才其實我們看到整層 其實Blank他們的法拉其實炸得蠻開心的 因為他們其實打得相當激進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Red其實相當 他是地面要輸出一下 壓去定一下法拉 他的壓力其實非常的大 那其實這邊坦克應該是血線識別壓低 雖然一開始收到對方閃光 但是自己坦克血線是略輸的 然後呢他們相對的Blank這邊的補兵線就要完整 那我覺得在關鍵的時候 TRAIL的那個地獵集 是把整個烈士給搬了回來 好的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把時間交給了分析台 歡迎來到分析台 哇 相信剛剛那場比賽 大家應該都看得非常的開心喔 麻吉這邊我覺得算是展現了 超乎大家所想像的實力吧 是 麻吉其實他們打得 有打出他們自己本身的風格 尤其是DKON跟TRAIL他們本身來他 他這之間的心理博弈其實打得非常的出色 第一次國王達到A點 第一段進攻成功完全是歸功 在DKON這邊的第二級 敲得很漂亮 但是打到第二次的這個延長賽之後的 這一個第一次戰鬥呢 反而是TRAIL這邊的藍因他在剛剛 敲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第一次 對 其中還包含了瑞選手在第一時間 在這個對方直接跳進去的情況之下 第一時間被這種秒殺 導致一波被推到這個很後面的第三個檢查點 這是非常可惜的部分 當然在兩邊這種博弈上面 我覺得麻吉在第一時間是做得非常的好 他們在進攻的部分是選擇了這個 D馬不但是釘死這個BLANKER的這個7-6 那自己在這邊防守的部分是拿出了這個閃光 非常的滑溜 我不讓你釘 讓你摸不著我的頭 摸不著我的心中 這個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個策略 沒錯 麻吉這邊打的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比賽的地圖 這張地圖是麻吉自己的選擇 福斯凱亞工業區 哇 麻吉自己選工業區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 看得出來麻吉對於自己的刺客戰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BLANK這邊的刺客戰反而是高他們一點檔次 高了一點檔次 我覺得高是高在他們團隊練習的時間比較長 未看先猜我覺得麻吉要回來了 因為工業區沒有屋頂 是 又是這個選擇是嗎 那第二段工業區好像是沒有屋頂啊 沒有屋頂的 也是沒有屋頂的 但整體而言 我覺得BLANK他們在第一次嘗試試彈陣反守國王大道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在我覺得是一個嘗試 這個版本很少見試彈陣 但是後面他們換成了一個換射手位出來之後 其實防得還蠻不錯的 但是麻吉在這一張地圖當中 他們第二次延長賽選擇使用標準是在三坦 可是三坦打不出東西 這有點可惜 雖然一開始有個不錯的開局 不過藍因哈這個地列級被對方敲得太漂亮了 我覺得在工業區這張地圖 麻吉這邊是已經被有聽牌壓力的情況 他們應該會把所有的招式都拿出來做使用 刺客戰勢在必行 因為這是他們最強的招式 沒關係喔 麻吉這邊年輕就是本錢對不對 才出兩場還有機會 那我們這邊要先進一段廣告 五分鐘之後馬上回來 來 歡迎大家收看鬥陣特工太平洋職業檢標賽 歡迎大家回來分析台 下一張地圖就是大家也算是蠻熟悉的地圖 福斯凱雅工業區 那這張圖是由麻吉這邊做主場自己選擇的地圖 那HOOP這邊有沒有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我在自己搜尋天梯的時候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玩七柚這隻角色 那面對大家是這個META比較主流刺客戰的時候 常常我會被對方打得不要不要 因為我真的是非常的遜一點點 那所以說等一下是會面臨對手出刺客戰的時候 我想看那個對方會出這個312這種陣型的時候 他如果是拿七柚這隻角色 他會獨合做一個應對 那昨天HOOP有一個很好的示範是 他擔任防守班的時候 在左下角的這個建築物裡面 是直接出了托比昂這隻角色 並且是有萊茵在前面躁盾 那把這個砲台蓋在裡面 這個是不是非常有創意 等等會不會看到這樣只有創意的戰術 也是一個觀看的重點 你蠻想要看這樣 其實我也蠻想要看這類型創意的戰術 就是會帶給這個META 跟帶給大家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觀看體驗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特別喔 真的是一個心得變化 昨天那個托比昂他的出場 我個人認為真的是抗刺客 但是面對到今天的這一場戰鬥 MACHI我聽說他有招 但是會不會放出來不知道 唉唷 結果目前看起來是 他們一次靠單兵的一個隊伍 畢竟他們成軍還不是那麼的長 可是真的面對到一個成熟的隊伍的時候 我覺得只靠單兵是不太夠的 其實我看完第一天的每一隊的採訪之後 AHQ說他們有長招 可是看起來好像長的不夠多 我反而覺得MACHI這邊才是最陰險最長的阿 是長到現在 真的 他們的採訪說我們只會吃客鎮 他們拿出來的組合沒有一個看起來像吃客鎮 其實他們還有多少會打一點三坦鎮 他們還是會玩其他的東西的 對對對 沒錯 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講話真的不太一樣 歐飛公圍 好啦我們現在馬上把我們的這個畫面還給我們的主播台 好的歡迎回到主播台 這場比賽打到最後五戰三生制的一個比賽當中 已經是MACHI對他們來講已經是退無可退了 最後一張地圖 會不會如阿珍所講的 把他們的一個壓箱寶趕快給端出來 沒錯 其實剛才他選擇地圖好像是福斯卡農業區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福斯卡農業區基本上在面對高節奏的隊伍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地形的關係 尤其是A點 非常空曠地區其實會強制Tourmine的節奏 或許他們會想利用這點去讓 可以去找出Blank比較多的破綻也說不定 對 那也是要關心一下兩邊的一個開局陣型 像昨天其實HQ對上閃亮隊 你可以看到兩邊的開局就有點不太一樣 防守範圍的話HQ是偏向一個312的開局 帶托比亞 那有藍印哈盾再來前面做噪盾 那當然在閃亮的部分他們就會使用一個刺客陣 還有出駭影 駭影 駭影在昨天其實 會不會這個阿珍所講的M17 他們的一個壓箱寶 會不會是直接也是端出駭影 說不定喔 現在各種角色其實其實 只要你能把一個冷門的角色練到 把他價值發揮出來的話 拿來當作秘密武器也是都OK的 歐瑞莎 歐瑞莎加亥影 這個真的太新潮了啦 這個太新潮了 對對對 就是作用不大嗎 要是真的有人把這兩個角色出來 而且真的打出一個套路 而且打得有聲有色 我真的會覺得這隊伍很厲害 開發角色價值的能力很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要看我們應該是 Blank應該就是先防守防 那我覺得M17這邊是要搶攻 畢竟在人家說在這種佔領圖的時候 先攻方都會有比較OK的 舒適的心理的壓力 那反而是先防守防角力 開始被推掉很多點時間都很快 那個心理壓力就會非常非常的重 好來看兩邊啊 在福斯卡亞工業區 是會端出什麼樣的一個陣容啊 好來看一下這邊是先攻喔 先攻是 反而是 澳洲隊 那這邊澳洲可以選個先攻 他們陣型是一個 陣型一樣是閃光帶圓 是一個雙刺客 非常快速直接繞左 要六邊進場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是兩邊算是一個鏡像胎 好 這個是拉到二樓 尋求做一個會戰喔 再拉下來吸引 吸引他的一個炮火 對 瑞現在的位置是一個 Blank最需要知道的一個關鍵 這位Kiyomi的一個安娜 是 罐子丟齒的閃光 這波輪速形成一個優勢 沒錯 現在就是跟我們講 一個地形的廣大 導致說 Blank在做他們的高節奏的時候 就可以預先被M17知道他們的做 他們的意圖是什麼 對我覺得 Blank是有拉上去試圖吸引 Maji的一名隊員 因為如果你單兵刺客的話 可能會被吸引下來 對 那可惜的是那個時候沒有集火 沒有機會只能打一波 對 意圖被識破 我們看到Maji跟阿倫也非常漂亮 直接馬上到二樓 直接做一個玩獸 那這邊的話 就看瑞德士兵76的一個位置 那瑞德目前是在對面 這邊應該偵察到 對完全跟你走一個面對面 左右分開的一個打法 好 這一個是 單個溫斯頓直接拉進來 對 先換你後排進場的速度 喔那邊非常漂亮 然後讓Maji這邊這個 丟到地上方要走彈 但是邊邊是炸掉的錯 對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是 有點機會 只要Maji沒有打的情況之下 安娜這個時候 受到威脅直接被斷補 哇 Maji這邊 他利用這個地形打得很好 左邊打一個 右邊打一個 前面打到傷害 這一個有水準 這個瞄準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一個位置 對應關係非常不錯 對 他的角度是看到的是 Maji的一個閃光 可是另外一邊那個高塔 其實有瑞的一個士兵72在協助他 對他們M17他們防守的 他們的主陣型一直利用路修肉加速 跟你去拉對角線 你進左邊我就到右邊 那你到右邊我就到左邊 那我就讓浪子在你移動的過程中 慢慢一直一直把你抓掉 好我們可以看賣中差彈已經有了 這個是 I am up 這個是拉近距離 這一波是要找對方來打 但是被斷補的情況之下 旁邊有骨包 先等一波 喔這波我覺得M17有有點危險 這邊應過平常趕快下來 做一點保護 他們要把自己趕快拉回來 不然現在其實就中了Blank的技 這波其實蠻不錯的喔 人數還是換掉了 守得相當不錯 而且他們的一個大也還扣著 對 瑞的大以及Kiyomi 這邊的是 將在下一波會形成奈米 的一個士兵76 對剛才那個應波平常下的點喔 非常漂亮 這是我們M17的Restia 那再來就是Blank澳洲隊 這個時候已經是五個燈 六個燈亮了 即將六個燈亮 六燈獎打一波 雖然看樣會出現所謂的豪華海景洞 好這邊是脈衝炸彈先放掉 但是沒有作用 直接套奈米 哇這個薄皮 直接切薄皮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近距離直接拉進來 這個是奈米的一刀 照住照住 再一刀 哇沒有辦法打掉原始 這個時候麻煩 人數在掉的情況之下 少了一台以及一輸出 這波有點難手 脈衝炸彈能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嗎 看起來是越離越遠了 沒有我覺得這波掉正常 你看Blank全焦 全焦不掉 也太不尊重了 對他投了非常大的一個資源 在第一波啦 嗯他不想浪費時間了 我直接把你第一波先打下來 先求好 我們看到其實Ray剛才也是寶獸 我們看到是Deva 跟一個罰刀員是直接去照顧他 不然他剛才的輸出 其實是有可能拉回來的喔 好這邊是Lance 這邊扣有脈衝炸彈 在正面這個會戰 被Deva給擋了回去 這邊是面對的 喔抓到安娜 這個是蠻關鍵 因為他們Flank這波 其實沒有大決 做一個搶攻 那這時候其實在搶攻的途中 Lance其實這邊有去抓一個東西就是 既然你加來U-Up 很喜歡吃我走路走一半的人 那我也去吃你走路走一半的人 對而且這一波你可以看到Lance 總共收了三個 蠻有效率的喔 在閃光的一個輸出部分打得還不錯 喔這個這個被霸凌了被霸凌了 這個不讓你復活 躺在地上 瘦和娜真是寶獸霸凌命運欸 這個角色真的很可憐 對啊 但我覺得也蠻不錯的啊 這個也算是戰術運用的一種 又可以帶給觀眾歡樂 撇開戰術不殘 單純為這個角色感到很可憐 不會啊 我覺得看他睡著的樣子 我好高興 喔欸欸欸 這邊這個 人家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波的攻擊喔 這邊Blanc手中只有握了一顆脈衝炸彈 那其他大絕的進杖都在 喔 來偷偷摸摸的喔 偷偷摸摸的蹲走 偷偷摸摸的拉到後面二樓 偷偷摸摸的拉到後面二樓 偷偷摸摸的丟了一彈 這個是脈衝炸彈 這個是脈衝炸彈 但是畢竟破墊比較近的是MVC 這邊他們清頭效力沒有拉出來的話 MVC繼續踏點 不變OK 必須也是要做撤退 我們可以看到先保住前面的一個位置 這個是奈米強化的一個溫斯頓 開了一個野性之怒 直接在槌一拳把對方給槌死 好這邊是應該是沒有辦法撐住喔 澳洲隊重整第二波 我成功踏到了一個進度喔 但是他們那一波真的是有點可惜 那個脈衝炸彈沒有丟到對不對 但這波大招巡迴是來到了澳洲隊奈米元氏 但是我覺得MVC有抓一個重點了 你喜歡跟我換頭我也跟你換 我現在防守我幫我撥人塊 我就跟你換 其實MVC跟MVC沒有要拉 完全拉掉去做自保的動作 我就直接也吃掉你的角色 然後利用溫斯頓剛才Dekron這邊的一個野性之怒 反正兩隻坦克打到位置不好的地方 好我們直接拔刀了 我們可以看到正面是遇到Diva 這個位置沒有直接切薄皮 但是還是把星星給砍掉了 哇這邊士兵機票在倒的情況下 人數不足二樓的路修又要被打掉了嗎 這個時候再拉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路修配合上星星 現在星星也是配合的 我們是在做一個收割 那這邊的話Diva成功爆甲 送的那也是直接跳出來 好我們可以看到路修還在撐喔 撐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溫斯頓選擇進場 不斷在做一個拖延 但是繞在中間啦 這是被當標靶 對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進點嗎 有人進點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有人進來 但是 是Diva Diva這波也沒有大的情況之下 這波M17是有點難撐喔 完全是沒有大招的狀態 對他們現在只要等到 假如Blenker沒有被收頭 等到I.E.W.A.P.E. 重新復活進場的話 狀況就會有可能被拿下來 有I.E.W.A.P.E. 進場了馬上補第三方的傷害 直接先把No-Toke的機甲先打掉 對不過關鍵是我們可以看到 溫斯頓先把對方阿 澳洲隊的一個安娜給打掉 這個時候其實澳洲隊斷補 有沒有機會守下來 沒有機會守下來 哇這一波的一個最後一波會戰 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嗯他們在點上撐了很久 然後補給線也架得還不錯 我覺得重點是 他們的原始先剁星星 我覺得可以理解的是 他們不想讓星星 配合上他們家的那樣子 去直接反吃補給線 所以我先把你星星剁掉 不然就是有可能他當下只有星星 那我先剁星星好了 我覺得他剛剛的一個 第一時間他是找D.Va 那D.Va一砍一刀的時候 D.Va跑掉 然後再拉回來 看到前面就只有 就星星就直接把他砍了 對 因為他其實在那個時間點 我覺得也不好做選擇 但起碼他有個目標 對 那最怕原始開大的是什麼 你開了以後沒有目標 太遠了 結果你過去的時候 人家還往後拉 結果砍了兩刀 還沒有砍死人 那起碼啊 這個算是 直接就是 有找好他自己想要集火的目標 我覺得這樣就有做到基本的工作了 對我覺得他 對切坦的一團蠻明顯 我們一看到 不然我發現 他原始拔刀長長都去找坦切 對 我們一看到 像剛才其實他在 被通常每強要拔刀的時候 他其實很清楚 對面二樓上就是 第一發就是星星 那我就是要硬切這樣 那他跳進去之後 左右看一下 左右洞裡面沒有塞 薄皮 那我就多彈好了 那我們來看他接下來 攻守方互換喔 這邊 Blank攻下來時間也是蠻快速的 那這邊的話 M17這邊 同樣應該也是會出刺客陣 大家就要看Blank這邊 防守會不會拿出他們的三棒 對 來看一下 我非常期待說 我們一直講M17有長招 說不定這波攻擊防具 跟我們看看 可能阿森一直講壓箱寶 對有壓箱寶 不知道會不會端出來 希望說不定 哪個什麼HIGH IN配套瑞莎 說不定這又沒有料中了 那也是蠻精彩的 這個好用的話 不妨一直用下去 不妨一直用下去 畢竟你原發出這種怪陣 以目前META來講的怪陣 所以對方來說也難解 你這個可能 結果還蠻正常的 比賽開始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波選擇進攻 一樣是一個 刺客型的套路 叫進攻方M17的選擇 那這邊沒有帶和尚 這邊有球門Kiyomi 這邊是利用這張地圖較大 也可以有幫安娜找不錯的 補給線的位置 這邊選擇是安娜 兩邊有點不一樣喔 Blank這邊是出了士兵7-6 這邊是M17選擇是閃光 我覺得防守方勢必要出士兵7-6 因為他能直接突破地形線 直接從遠程跟硬體傷害 那也可以把你的球體拉掉 哇在第一波的一個會戰喔 所以Machi是無攻而返喔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我吃你特退人 硬吃 拉出來 拉出來這個時候應該會 會停住 稍微停住 但我覺得這一波撤的也很果斷 因為人家要讓對方衝人的話 是沒意義的 剛才好像是他們家 NOTOKE DEFA的 他們的火箭推進器 是用掉之後 直接被AQD推到了水裡 雙腳被硬當衝人直接推爆 這邊直接上來 DNRQD RQD現在落單喔 跳薄皮 往後一拉 但這時候被斷補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比較佔了 還不錯 DVA從後面做一個包圍 對 這打亂對方一個陣型 不過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還是手的有點水準 安娜沒有被抓掉 其實是非常 是非常可喜可可的事情 不然看安娜 你看我們差不多剩下60滴血左右 她剛才是被星星先跳 硬奶後面一個DVA上來 但是 雖然其實你可以看到MARCHI的進攻 是有找到對方的寶可 又形成一個包夾 但另外一邊就是顯得 就是暴露他們的一個後排 他們的一個後排的一個 自保能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讓對方追擊 對我投資了我兩隻坦克去破你的陣 交戰之後她的血量就很難 在前排的部分很難拿回來 對那這邊其實有抓掉還可以打 但沒抓掉真的就不行了 我們看到大決部分來說 Blank其實有個還不錯的 搭配一個自爆音波屏障 還有一個奈米強化的戰鬥鎖定 這邊M7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差別是他們沒有 四名氣候這種 在廣大地圖中非常強勢的大決 對DVA可能要找一下 對方氣候在哪 DVA DVA有限制住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是 拉到一個進去 直接拖下去 真的非常多人 這邊有沒有 Blank的位置有點錯誤喔 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但是還不錯 還不錯 這一波應該可以形成 一個人數上面的一個優勢喔 對這波應該 繼續營運下去的話 是可以打下來了 對溫斯頓的一個野性之怒喔 關鍵性的一個一推喔 直接把這個M9強化的 士兵氣候給打掉 對我覺得剛才他們 Blank反應有點慢了 他們其實 他們應該到這溫斯頓 早有打 他們在這個地方打 你把他血壓下來 我覺得這兩路修跟安娜的位置 實在是有點疏 我覺得其實 嗯 MACHI這一點也做得很好 對也相當你才說 對方有氣候 那你在正面看不到大他在哪裡 那應該在左邊 你再算一下他的大 他應該有扣著 所以你那個時候 其實雙躺 直接拉左邊 是很正確的 那在那個當下 其實你可以發現 Blank大直接開了 他也希望抓你在地面的一個薄筆 結果就直接被逮中 對 那個星星那一巴掌啊 對那一巴掌很關鍵 野性之一開 直接把兩個推下去 反而 blank剛才交了 也是交了不錯多資源來做防守 沒有想到 一個推打回來之後 讓那邊去這邊 有非常不錯的大絕節奏 接下來就是看 瑞他能不能先 我慢用炸彈器收掉一個 打出破口之後 讓浪子直接拔刀進場 喔呦 這個直接開剁 那這邊blank先搶先手 直接先收 這個是非常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再來一刀嗎 所以他在閃光 這個是回溯 回溯之後進場 丟了一個自爆彈 要保住這一波 有先炸掉 有先炸掉 在這波人數不足的情況之下 麻吉可能很難在 站點啊 但是現在的話 blank可以人數把人 持續拉出來 麻吉這邊第一波打得很漂亮 可惜 沒有收乾淨 讓blank這邊持續在點上做迂迴 那是 紀錄點是非常可惜的 沒有站到 好原始這個時候已經有大 那麼奈米強也快好了 blank這一波是有奈米強化的原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M17的大絕其實 節奏沒有做得很好 他們其實 剛剛想要做的是 大概是我全部在點上 像剛才blank一樣 跟你打交叉作戰 那可以拿大絕的 多拿一些能量賺大絕 那導致說blank手中 是一個榮英文是搭配 脈衝炸彈 輪到他們了 好這邊跳點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集火 要往對方的一個低把打 對 慢弓彈丟出去喔 這邊像我們家 機甲爆掉 機甲爆就非常難打 少一坦 情況之下 地面的一個輸出 不是太足夠 然後這邊RU號 直接要來破對面的補給線 他破補給線 沒有想到這邊瑞是這個 真心單挑了 喔這邊是一推 把對方的一個 Cue Me喔 這個是被斷補 雙補掉 雙補掉的話 就不好打了 野心之怒 在開其實 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欸欸欸欸欸欸欸 我覺得他是故意要自殺的 可是開大故意自殺 會不會有點厚 那沒辦法因為已經開了 他現在還是要 以他的一個團隊進場時間為主 是啦 但我覺得他剛練大真的是空 真的 不然現在還蠻可惜 那不然M17這邊 想不如去打點人 充點能量 對對對 但那個時候應該是 充能時間是暫停的 嗯 你說大絕時間嗎 對啊他已經沒有大絕 我覺得好這有可能是習慣性 就是欸我 就是產線馬上開 但是他沒有 沒有非常的多 沒有意識到說他的隊友 或者這樣注意他隊友的數量 那這邊的話 M17這邊 其實有著 不錯多的大絕 一個自爆配上是 誰 榮英文字配上賣通炸彈 還有一個英國屏障 反正剛才 Blank這邊 Eater是沒有拔刀的喔 喔唷 這個炸非常有效率 直接炸死了兩個 而且清掉是有大絕的原始 這邊的話Blank等於是沒有大絕打 這一波 這邊是一個0換5 喔這波是一個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大局喔 優勢的一個大局 這邊只剩下閃光 一個人在 存活 這邊陸修出來 踏點 直接拔刀 那樣子直接拔刀 高效率直接砍了兩個 對 那樣子這邊我說我有包摩 你沒包摩 那我這邊砍病痛 而且 DVA還有自爆彈 這邊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進場之後要丟嗎 No talk的一個自爆彈 哇 這個是那樣子 繼續收 繼續收 收了好多好多 靠了兩個大 還沒放出來 不過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澳洲隊 澳洲隊的一個大野行程呢 是野性之怒 對 瑞這邊是要把大流給 進場的星星 或DVA 直接站點了 連開都沒得開 進不了點 這一波其實在 後半段打得非常漂亮 嗯 他們後面的大絕交換上面 是完全換你的blank 對 而且他也沒有像 之前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喔 就是會比較多的一個大絕 直接繳掉 除了剛才那個野性之怒 比較 嗯 不ok以外 那其他大學 我覺得繳得相當不錯 包括像浪子剛才 最後一波忍者的一個表現 那一名忍者 做了非常多人 是非常關鍵 還有 他們Rade 第一個白胸炸彈 直接收掉了有大的原式 跟可以幫助陣型 做拉打 QT的路西歐 對 他有這個原式開剁的時候 他有找目標 先找薄皮啊 那非常高效率 那差別就是說 你如果一開始選定真的 找不到薄皮的情況下 你找坦 那可能就稍微 如果對方安娜真的夠好 夠強的話 是哪個回來的 那剛好是在二樓那個位置 被他找出一個空檔 對 我覺得MV7剛才打A點的時候 那波 我們看到D-Chrome的那個星星的 野性之怒也是開得相當的漂亮 那我們看到MV7在 福斯卡亞工業區 真的是拿出了驚人的表現喔 那其實推了到 那個殘時間也是比我們的Blank 還要長 那這邊的話 就是來到了第三回合 那就看第三回合 雙方會有什麼招 會再拿出來呢 還是一樣繼續 我來個刺客陣的硬碰硬 好這邊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雙方的一個拳腳 攻擊方這邊是有Blank拿 那一樣是出的是一個2-2的陣型 那這邊的話 I-U-R在攻擊方這邊是不拿閃光了 這邊換上了7-6 想要搶高才做一個比較穩的輸出 那這邊的話 MV7這邊是一個鏡像對準 那浪之間不一樣 他們是選的是閃光 好這邊其實看到二樓位置 形成一個會戰喔 DVA上去之後 這邊是在拉下來換 星星溫斯頓 這一波 我們看到他們進場的時機很 協同喔 星星進去 Kiki也在 原神就在後面了 但是這邊 如果沒有辦法限制7-6的話 非常難打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溫斯頓直接做一個干擾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效果 自己要被點掉了 對阿 因為他好像可以輸出的很開心 這邊人數不足的情況 他點可能會被搶喔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位置是往左邊 其實我覺得那個7 很沒見得要下來 對 可是我們看到瑞這邊 是寶受Kiki敵法的一個照度 右鍵拳 基本上丟在他身上 這邊雖然有大戰之分 沒有辦法 撐不住 因為第一波的一個會戰喔 這個人數掉太多喔 第一波其實 Flank三坦上去 目標不是要把你真的打死或怎麼樣 他們上去就是讓 讓他們自己家IUARB的7-6能到二樓 你看到7-6一到二樓之後 他們就下來重打一波 他要不斷去做一些干擾 那是拉扯對方 吸引炮火 那這個時候讓自己的一個7-6 有非常好的一個空間可以輸出 對 他們進入 他們三隻靈活性高角色進場的 協同度真的很高 我們看到剛才真的是一個三角形 他們今天第二波攻擊 這邊Blank有大量的大絕喔 非常危險 這邊原始奈米強化 拔刀先堕掉Kiomi 哇這個高效率斷補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有一點難守 非常難守 這個是送了他在空中也被點掉 人數上面有人踏點嗎 這個是野性直路被迫開出來要拖時間 這邊後面看到是IUARB在人士開大 吸收掉非常多助力的時候 在後面的戰鬥鎖鏈點掉非常多的人 一開始直接就收掉四個 那些被人跟他點上 普體線其實架得還不錯 好安娜這個位置也直接被收掉了 斷補的情況之下有點難打 這個是四平七六的一個落單 又被收頭 這個時候繞了一圈 繞了一圈 還好有稍微撐住 但撐不久 撐不久 好來看一下在點上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陸修直接一波屏障要開了嗎 開出來了 稍微拖一點時間 有 那這邊他們現在M17要趕快破他們的補給線 有閃光現在過去 讓著狗訓是騷擾安娜了 哇這個是還是有點下水的角 起碼安娜是被打掉 但自己的安娜也不薄了 在這邊這個會戰路西歐 路西歐直接進點 但是手下還開了一個陰波屏障 這波對於麻吉來講危機還沒有解除 走到又到情況下被收掉了 有人進點嗎 五個人到點了來不及 沒有 哇 非常短的時間直接打下第二分 這波真的是大絕優勢直接把前面打出來 然後呢補給線架著有點久 當時到了很後期才去騷擾安娜是來不及的 對你可以發現搶B點喔 真的動方啊 原式的一個開墮 如果真的一進場開墮 墮到剛好就是亂補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他們來講就形成一個很巨大的優勢 其實剛才主要是原式開墮的時候 把大家的陣型搞亂 大家都在躲一個奈民開墮誰不死 大家趕快都是把陣型散開 其實我覺得 原式開墮選擇二樓 這件事情是大家都一定知道的 對 那現在問題是你算出對方有大的情況下 你怎麼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的安娜跟你的陸修是否 不要在常規的一個位置 其實兩個攻方你都有看到包含 那其或者包含在澳洲隊 都是一樣喔 原式二樓開墮放奈民的原式直接一波打過去 基本上一定是 因為原式的利用可以利用他的機動性 去破掉他地面部隊最難破掉的地方 可以用自己的大局 那就像剛才包吾講 他們其實可以讓安娜躲在側翼或怎麼樣 或者是我覺得是否比如說 Diva或者是過來做一個協助 在那個時間點起碼先保一下後排 對有個擊退 先用衝撞把他擊退之後 放上自己的後排配散步修的音量全開 加速去做一個撤退 但是剛才其實是IUUP的一個戰術鎖定 幫忙點掉了去做落跑的人 這邊也是打出一個非常關鍵 那這邊的話攻守方互換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攻方是不帶閃光嗎 帶76 一樣的一個偏刺客型的一個開局 對那這邊是76搭配上浪浪子的原式 全部人是走二樓 那這邊KIKI已經接受到屏效全部接二樓 這邊KIKI比你爆甲 這邊開始做了大量殺在KIKI的身上 開始跳下來 好麻吉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哇掉了 這個掉的話這波會戰 時間拖了一點久 他們達到二樓已經拿到了 斷補 對這個要直接撤出來 對 好拉出來再集合一波 我沒有想到這邊被是一個中途攔截 他們剛才想到二樓的時間點有點拖了久 他們一開始的確對敵法激活很大傷害 我覺得安娜這個倒的時間也太慢了 KIKI倒的時間是沒有辦法跟他的一個前排有對應的 因為大家都已經復活了這個時候要再多等一下 對 下一波進攻會來到是差不多30秒左右的時間 非常的急破 我覺得他們的速度要再快一點 剛才搶到二樓的時候有預期讓對方 然後Blank已經開始展開攻勢了 這邊的話其實KIKI手上握了一個奈米牆 這奈米牆的話其實丟在七星身上 Dekrong的身上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好這邊被包了 我覺得第一把位置不是太好 我可以看到他直接開拓 我直接墮你加第一把 把你第一把直接墮掉 好這個位置直接選擇溫斯頓 但是效果不是太明顯 好這個被電了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76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輸出位置 沒有人在盯他 沒有人在盯他 他站在一個其實攻擊方法也蠻多會料到的位置 對這個時間不夠了 沒有人踏點嗎 其實這一波那個進攻是沒有能夠打下來 這邊是由Blank這邊由4比2拿下了 弗士凱卡攻堅區的勝利 非常精彩 哇這個是三張地圖都已經打完了 最終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表現非常出色的澳洲 對Blank拿下這場比賽的一個勝利 對他們在弗士凱卡區最後一次攻點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快速精簡 然後利用他們快速打下一點的大捲優勢 直接馬上吃掉你的B點 好來看一下這一場的一個highlight 這是來自我們Blank的一個I U Up 喔這個位置其實你會發現沒有人在 喔有這個其實原始有稍微叮他 但是格反之後血量被叮掉沒有辦法 對人數上面啊這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在那個時間點大家真的是也沒有辦法顧到士兵76 嗯有點可惜 對兩邊其實你可以看到第一波的一個 假設是一個刺客型的一個會戰啊 其實掉的人數比較快的真的就是麻吉 對 第一波的一個會戰當中他們的一個坦 有時候會直接被對方給擠火就換掉了 那甚至有時候剛剛進場甚至還斷了一步 所以對他們來講我覺得有點難打 還有一個問題是他們的一個死亡的一個是 先後順序有點落差 對 所以導致他們原本一開始進攻只有一分多鐘嘛 到第二波要進攻只剩四十幾秒 嗯我發現Blank很會去製造你的死亡斷層 超會用這招 而且兩隊在第三四回合的時候 進攻A點的套路完全不一樣 Blank是三坦先跳二樓 然後呢讓自己爭取自己76站到二樓的時間 然後呢跳再做撤退 76開始做兩邊76開始做拚槍的時候再跳回去 然後呢可是另外一邊M17這邊是決定全員上二樓 但是猶豫的時間過久讓Blank先展開了先手的攻勢 好的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分析台 那場其實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滿多話要說 不過這邊畢竟我是主持人嘛 我這邊先講免得我等一下 你們都講光了我就沒得講 你要說什麼快說快說快說 沒有我覺得真的Machi這邊雖然輸了 不過真的不要氣餒喔 因為畢竟你們今天遇到的是 在這個獵骨幫挑戰上Undefeated的王者 對他其實是不敗勝負的一支隊伍啊 而且真的我覺得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Machi有這樣子的 一個這樣的錦標賽可以打 甚至是還有這種面對強隊的這種實戰經驗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寶貴的喔 當然我們在看底下的當下我們是學到很多 包含今天我所在賽前所講的這個76的這個走位 以及跟隊友之間的配合真的是受益良多 受益良多啊 對M17他們的這個76的這個排陣是 安娜還有這個Rucio在前面左上這個高台 然後Chiro是第一時間是不露臉的 讓Rucio在前面是試探情報 他另外一個作業是勾引對方的這個事 有一個Uger就對了 對上來然後等這個原式上來了以後 其實安娜跟這個Chiro再往前來做一個推進 三個一起合力先把它打掉 喔這個我覺得是真的是非常的棒 哇這個聽完HOOP的解說之後 每一位76的玩家都有服了有沒有 這個要怎麼打福治凱亞工業區的A點 是一個76的話先賣自己輔助 是這樣的玩嗎 當然很多人上來的時候 其實Rucio有一個加速的功能 那可以帶著他跟這個安娜一起逃跑 我覺得這也是相當不錯 沒錯沒錯 不過呢我覺得兩隊在對戰的時候呢 可以看得出來兩隊的經驗差距真的是有一點喔 像剛才易先生有提到就是 這個Blank這邊一直不斷的利用 他們的這個地形的位置跟這個人數差的優勢 然後不斷的慢慢慢慢挑掉人喔 變成說他們的1.2點推得非常的順暢 在最後一場的時候 這個挑人的手法 我覺得最大的差距是來自於說 Machi這一邊他們的團隊小組配合其實不如Blank 他們單邊個人單邊是沒有輸的 但是小組配合小組的比如說兩人兩人搭配 三人之間的搭配其實他是輸給他的 像是一開始不是凱亞工業區第一段 其實Machi一開始都守得不錯 如果在後續奈米忍者跟奈米齊六的這一個對峙的情況下 你有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 Blank的Diva有去cover他們的原事 有去阻止這個士兵齊六 他們是瞬間就一個oncode就直接上去了 但是Machi這邊是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的 每個人都是 站點都是偏向於個人在solo或是單兵的一個站位 這是比較可惜的一件事情 可能這邊Blank的感情比較好 這個Machi都是年輕的小朋友 小朋友比較容易有心結 是有這回事嗎 我小朋友的時候其實人很好的啊 但是其實就是我覺得這場比賽神題看起來的話 還是非常的精彩啊 而且也算是我個人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覺得Machi今天的表現 我給我打個分數的話我一定給他大概90分了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已經很不錯了 那我們的下一場對陣呢 是由Fireball會對上閃電狼 那你覺得這個Fireball打閃電狼的話 會有一個會差出一個怎麼樣子的火花呢 在對陣上面應該是我覺得閃電狼的勝率會高出很多 因為在昨天的這個戰術的排陣 以及這個陣容上面的選擇 角色池上面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閃電狼是比較多樣化 所以我覺得他的勝率是比較高 是對上AHQ 不是對上閃電狼 我記錯了 Sorry 等一下是AHQ出戰 是Fireball打AHQ 我記錯了 Sorry 我昨天 我認為是AHQ會這個勝率比較高 因為 你是勝率是AHQ嗎 對因為AHQ昨天在對抗閃電狼的時候 在牽手第一波的會戰 都能夠取得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優勢 雖然後面會戰盃被打回來 但是我覺得他們 在整體的狀況而言 包括選手的單兵操作 以及戰術的執行方面都很到位 所以說我覺得今天應該是 文文的打出他們所要執行的戰術 跟他們想要打出的東西就可以了 沒錯在昨天的這個Fireball的比賽之中 而且包括他們的採訪中也有提到 就是他們隊伍的優勢 建立在於他們的選手角色值非常的大 但是我覺得在昨天的比賽中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角色值雖然大 但是他們並沒有非常特別專精哪一個戰術 或者是哪一隻角色變出他們整體在 團隊上執行在發揮的時候好像有一點卡卡的 是有點卡 而且HQ這邊他們是不停的有提醒大家 他們是從中國這一邊有得到 大陸這一邊有得到很多很多的這個聯賽的經驗 然後他們從那邊聯賽的經驗可以 帶回來打這個太平洋的比賽賽 對他一直是在這個樣子 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可以注意一下說 HQ他們到底有沒有把他們的這個經驗給帶過 OK那我們大家都對下一場比賽非常的期待 不過我們這邊要先把畫面交給我們的現場主持人 來做剛才的賽後採訪啦 Yeah 再次恭喜我們的BlankX Pro 拿下了二連勝 現在我們的賽後訪問呢 要為大家訪問到的是Trio Hi Trio We got a few questions for you 那我想問呢 第一個問題是他在第一張地圖的時候 其實用萊茵哈德跟溫斯頓是不斷的切換 想知道他的 strategy 為什麼會這樣使用呢 所以第一次在Legion Tower 我們一直跟萊茵哈德跟溫斯頓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通常我們經常玩萊茵哈德 但我最近還沒感覺到萊茵哈德 所以在玩溫斯頓 我感覺到我會做得更好 因為萊茵哈德 因為萊茵哈德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就最近他平常都是在那張地圖都是玩萊茵哈德 只是覺得說今天萊茵狀況不好 所以他覺得說 換成溫斯頓的話 對隊友比較有貢獻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對手方面 其實有萊茵這樣的角色嗎 那對陣到的時候 他有什麼樣的心得策略嗎 When you played against their Ryan like what do you feel about their Ryan I feel like their Ryan was actually playing a lot better than me like he did a lot more like he did a really nice Winston bubble block on Lee Jang that was really impressive and I felt like he did play better than me but we still won 他覺得對方的表現比他優秀 然後他其中有一段就是 他那個我們要DH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Winston掉了一個那個 泡泡就把他擋住 他覺得那個時候非常優秀 我覺得其實是Trill比較謙虛啦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BLK昨天在賽場 其實是待了八個小時 最後他們雖然是贏得了比賽 但是心情好像不太好 因為實在是等太久 那想要請問一下說 他們今天的狀態跟氣氛 整體來看是如何呢 因為昨天我們在賽場 八個小時 所以在最後 大家都看過了 他們都很累 甚至於我們贏了 所以你今天怎麼覺得 在第一次遊戲 我其實比較喜歡在第一次遊戲 因為你剛才說 我們很瘋狂 我們沒有睡覺 大家都真的不想玩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昨天真的很累 然後 有人會去休息 但我們有幾個人就留在這邊 所以到後面就真的很累 不是說 對方打得也是很好 只是我們表現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優秀 然後 因為今天是第一場 我們大家都覺得比較有精神 好的 希望你們接下來的比賽 可以越來越順利 再次恭喜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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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這邊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送上第二場比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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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